然後我再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今天主持人 然後哲偶的志工 那我平常是在明天私改會 擔任執行秘書 如果大家對整個社會性的優點接觸的話 之前有一個徐志強案 在9月的時候剛被判斷罪 那這案子在最早的時候 實際上也是個死刑 就是他當初來私改會的時候 也是個死刑案件 呃 徐志強案的死刑案件 是開啟被死刑的某情緣的一個關鍵 對 那這是我目前接觸過的罪刑 就是除了書建合之外 因為每天都看到徐志強 就是曾經的死刑犯在我面前 讓他的轉變 是在讓我們覺得說 死刑這個議題在台灣 值得應該被深探一個原因這樣子 呃 我想廢話不多說嘛 那今天就請到了三位律師 田俊宏律師 盧敬律師 盧敬律師 還有大雅惠律師 那待會就先請律師們 開始講述他們在死刑辯的過程中 可能遭遇到一些問題 或者說當初為什麼會去接死刑辯 對 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 那個 羅律師你從書案開始之前 還有沒有再更早之前的死刑辯 我之前建議給大家分享 對 類似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實際上 隨著時代的不同 那每個時代 接死刑案件的時候 他們有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說 他們在接死刑案件的過程當中 看到我們的司法上面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未來可以朝什麼方向再做一個推動這樣子 首先我們先請林俊宏律師先講一下他的感想 大家好 我是林俊宏 我是邪惡的律師 大家都是這樣講的 那拜死刑案件都認為是邪惡的律師 旁邊這個羅律師是邪惡律師的頭子 他常常帶領我們去從事邪惡的事情 那要我先講 因為之前也要先講 所以我必須要先講 那我最早會接觸死刑案件 其實是我們的 我不知道輩分 這個是大債主 2345號 我不知道哪一號 最早的是邪惡祥的律師 他某一天我在私感會就開了那個 救援組的會議 以前叫什麼 以前叫申訴中心吧 然後後來是救援 就針對個案救援的部分 某一次開完以後 他就跑來跟我講說 俊宏你有沒有興趣接一個案子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是邱和順的案件 那接那個案子就是我的第一個實行 辯護案件 那那個案子目前的狀況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邱和順最後還是實行 實行確定了 那前一陣子我們 也幫他提了再審 那現在也是被最高保險給駁回了 抗告最後也被駁回了 那那個是我的第一個案子 那當時其實最早的想法 其實也沒有想太多 那當時就是 其實尤律師那時候跟我講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 秋和順 什麼案子啊 不知道 好不好試試看 其實真的沒有想太多 然後就踏進去了 然後接下來 得到的訊息是那個卷 疊起來跟 就已經要到天花板了 288種卷 筆錄 筆錄288份 卷集中有點忘記了 反正卷疊起來就是反正非常的高 大家可以靠天花板真的非常的多 那剛才我那時候看卷看了兩個月 我就覺得 靠 為什麼我們要接這個案子 一開始啦 那其實後來 其實在裡面學到很多 看了很多 很多過去的一些 司法上比較不堪的事情 那如果有關注那個案子的部分 也會注意到說 那個部分有明確的行求的一些證據 那當時看到的時候 其實自己滿震撼的 那所以就開始一路 就進入了這個邪惡組織 然後就變成邪惡的律師 開始接邪惡的案件 那其實剛剛提到的 有一些案件像 許案 我也有接觸啦 可是我是站在跟 這裡到分的人是不同的 不同的面向 因為我是另外一個人 許案有其他的人 那當時有寫出其他人 其他的被告 大家比較不會去注意的被告 的部分 然後陸陸續續到目前為止 手上還是有在接一些案子 就是死刑的案件 那 有接的案件其實還滿多的 反正我的助理是跟我提 之前在接案子的時候 我助理就跟我說 我已經集結了台灣社會 最厭惡的人 余醫生 是 現在被集合的病嗎 我不知道 沒有辦法算 很難計算 講被集合的病 我覺得那個太 太沉重了 太沉重了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 特別去算過這件事情 那 總覺得就是說 案件在手上就是 努力的去救援去試試看 不管說這個案子 定驗了沒 在進行中 或者是已經定驗了 就是希望說能夠自己 再盡量幫他們想一些方法 能夠 能夠去排除這個死刑的判決 那 或者是讓他們得到一個 妥適的一個 一個 一個判斷這樣子 所以目前 就是一直在努力這個事情 那 其實在過程中也看到說 其實 台灣的司法 對於死刑案件 其實是 非常的 不友善的 對於這些犯罪 這些的行為人 這些被告 其實 尤其是最近的 有一些重大犯罪 或者是隨機 隨機傷人的案件 這些等等 其實我們 的司法 基本上的想法 就是把這些人趕快就 消滅掉 消滅掉就算了 然後 就也不見為盡 我上個禮拜 我才辯論一個案子 那那個案子 也是隨機 隨機傷人的案件 那那個案子 其實法院 有點離譜 那那個案子 我們有申請法院做精神鑑定 那精神的精神鑑定報告 大概 這是在上個禮拜的 禮拜二吧 反正是15號 15號 法院就急著 他跑去 親自跑到醫院去 把鑑定報告拿回來 非常急 然後拿回來以後 立刻通知辯護人說 我們鑑定報告拿到了 趕快來月券 為什麼法院要這麼急 因為法院原定的辯論期日 在18號 他希望我們在15號 趕快去月券 把鑑定報告拿回去 然後讓他可以在18號結辯 那當時因為 第一個時間的關係 真的完全錯不出時間 因為他是15號的下午通知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過去 那所以開庭的時候 就一站的跟法官 反映這件事情說 你才給我這麼短的時間 叫我來月券 然後就直接就跟他 講說這個很明顯的 侵害被告的法律權 我根本沒有時間去 好好的看這個鑑定報告 所以法院 法官當天這只是當庭的 就把這份鑑定報告 壯士很好心的 暫時休庭 20分鐘法國記得 叫我們努力的把那份報告看完 那是一個設計到精神鑑定的報告 你知道我們學法律的 就只會法律 其他的也不懂 25頁很快的把它看完 也不知道自己看的對不對 法院就叫我們說 好不好就這樣吧 你們就辯論吧 就辯論吧 那我們當場就跟法官反映啊 你給我這麼短的時間 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審閱 我也沒辦法有機會去請教其他的專家 我也沒有機會跟被告好好的溝通 他說這個內容對還是不對 然後我就這樣跟法官反映 法官就很生氣 他就我講完以後 法官就說 就當一個法官預知 說這個鑑定啊 我們在10月2號的時候就已經送去了 然後只是你們辯護人自己不來閱卷 他就說我們不來閱卷 然後就說都是我們辯護人的錯 然後不要叫我們辯護人不要再講一些與事實不符的話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媒體就說 律師不去閱卷 其實法院根本沒有給我們足夠的時間去閱卷 那其實從法院這個案這個例子來看 其實他的想法其實就是 想要趕快的把 他根本不太在意這些 我們刑事訴訟最基本的一些程序 公平審判的程序 合理的就審期間的要求 他只想趕快反正東西來了 反正律師行事上就一時一時看一下 然後大家就行裡如意的 表示一下意見 然後就可以判了 就可以判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法官的 很要命的一個心態 因為他只想的就自己趕著結案 那對於這種基本的要求其實 就當作我覺得好像當作無所謂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在書記官跟我們聯繫的時候 我們就跟書記官溝通 我們就一直在溝通說 你今天辦法這麼晚才來 你要不要延期啊 你總是要讓我有時間來看 然後書記官就一直跟我們說 書記官也不好意思說 這沒有辦法 法官就是硬要解 結果當天我們也是去一副就是準備要去吵架的樣子 那可是法官也是不太想理我們 不太想理我們 就是硬解 所以這個是國內對死刑案件的一個 我覺得法院的心態 然後他們想要趕快的把它結掉 趕快把它結掉 那之前那個巴黎謝一涵的案子也是 其實他們在高院的時候 法院也沒有認真 就是發回以後法院也沒有認真的聲音 該查的也沒有查 甚至連最高法院所直接說 你們之前有哪些東西該查 而未查 該做而未做的 那發回去以後 高院還是不理不睬 然後直接又上去 那上去以後 當然啦 最近大家有注意到刑案 他又發回了嗎 又叫他再查 那這個是 我想就是看你碰到法官的心態 那正結那個案子也是 法官基本上 我們那時候做了很多的要求 那我們希望做一些程序上的調查 然後證人的調查 那甚至於我們做交互結問 我們把證人傳來的時候 希望做交互結問 那法官甚至都一再的阻撓了 他認為說你是傳換證人 那不能用 應該在講 我們傳的那個人 基本上他有一些專業背景 那所以我們在做結問的時候 我們有去問他一些專業的資格 那為什麼我要傳他來 因為是他有一些專業資格 他在那個 預方的報告裡面有一些 他專業上的意見 那所以我們在結問的時候 我們合理的說 我們一定是先問他的背景資格 可是從頭到尾法院 就完全禁止我們去針對他的資格 他的監定人的資格 或者是專業上的能力去解問 他這邊就直接跟我們說 你傳的是證人不是監定人 所以關於鑑定人或類似相關的問題 一律都不給問 都不給問 所以那個案子基本上就 那個部分完全就 法院雖然好像表面上照我們的意思 把證人傳來了 可是實際上是拒絕我們去做交互結問的動作 那其實法院的心態 我的感覺就只是想 反正就是程序跑過了 那跑完了就盼了 那這個是目前的一個 我觀察到的一個狀態 那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這是高院的情形 那也會提到最高法院的情形 最近有一些團體就是 這些邪惡團體們 我們這些邪惡團體發了一個聲明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希望說最高法院能夠 定一個延遲辯論的規則 然後有一個明確化的 說將來延遲辯論該怎麼處理 那因為目前 目前最高法院是宣誓說 實情案件一定要延遲辯論 那可是該怎麼辯論 那你的程序要怎麼走 其實目前都沒有規定 所以你到法院開庭的時候 到最高的時候 你就是你心裡都沒有個底 你也不知道說今天你去開庭 那法院要怎麼進行 那你一定也是到了以後 這會有高律師應該可以說 因為這個部分 法院不可能等於是說 你看你碰到誰 每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那所以沒有一個既定的規則 那之前也有提到一個比較大的爭議 就是說在最高法院做延遲辯論的時候 目前最高法院基本上是不讓被告到庭的 所以這個在我來看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我要判你死 然後我要決定你該不該死 可是我們對於該不該死這個人 我們不讓他來法院聽說 他為什麼該死 為什麼不該死 然後就把他關在監獄裡面 然後等規則再通知他說 我們認為你該死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荒謬 那場景上是一個很奇怪的 我們為了被告在法庭上辯論 然後大家要來討論他有沒有問題 可是被告起上卻是空空蕩蕩 很怪的一個場景 那那個案子基本上 法院也告訴我們說他要交代說 為什麼不讓被告來 結果後來判決判下來 好像一個字也沒提 完全都沒有提 所以也被法院給呼嚨了 所以他就隨便說說 對啊 大致上的部分是這樣啦 我想我先講到這邊好了 那其他的部分先 留給其他人講 好 謝謝林律師 那接下來我們想請高律師再講一下 因為高律師有做很多 就是非常上述的經驗 那也有在最高法院的職業 那我想說 高律師可能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做這麼多死刑辯護的過程當中 那你們想讓你們特別有感觸 或者說 你覺得在透過這些法律程序 去進行這些在死刑的頻繁過程當中 有遇到什麼樣的一個人覺得很衝突的一些 可能法院的解釋也好 或者說他們整個在面對這個態度 因為 剛剛劉律師有提到就是 整個法院就是 想用一個很清算很快的方式 把這流程都讓過去 那你覺得我們的整個在附法上面 在這上面有沒有一個可以去供給點 或者說只有一個可能的方式 好 那個 謝謝 這個 今天大家來就是看到那個標題就是魔鬼帶人 但是我們應該是魔鬼帶人 那你也是有提到的 比如說 我算我們有資格做的 不過我還是先簡單講一下我為什麼會做愛證的給你 其實很早很早前 我以前在我寫數字入文的時候 這個 我的 入文裡面就提到 其實應該是我先的制度 那 所以這個 就順理成章的 就 佩斯聯盟就找到我 因為我的 立場不可能 因為寫了入文之後就公開發表了 所以 因為這個 基本上有這個 本質內容保障問題 好 那 所以這個 有國家來 來判處做知識形 事實上是 國家刑法權在憲法上的界線 我認為他已經逾越了 那 當然這是原因 那 後來因為 我自己有辦法不打案件 那 在最高法院的開啟 在做量子編任之前 其實我接了 近來兩件的 那時候不開閉的時候的 的死刑案件 那 有一件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他跟他前妻吵架 然後就去 他前妻 任職的 KDD KDD 汽油彈 然後這個就燒死了五個人 當然這五個人是因為 剛好那一棟大樓的頂樓 這個 逃生通道被塞住了 所以五個人都是被悶死的 那那個案子 我從 庚 庚二省一直達到庚五省 都是 我來帶 那個法復的輔助律師 那 很有意思的是 那個時候 其實我每次幫他上訴最高法院 我上訴的理由 跟後來最高法院發揮的理由 完全都沒有關係 所以 這個在 我們都會認為說 法院畢竟也是人 所以 最高法院法官的過去 實際上不太 不太希望說 死刑在自己的手上確定 所以他就盡量的挑了一些 一些他們認為的瑕疵就發揮 所以會有不斷更加這樣的情況 譬如說 像我那一件 最高法院其實一直在懷疑的是說 這個到底 可以棄為單這個行為 到底是直接故意 還是減減故意 但是我想我們都知道 不管直接故意 還是減減故意 還是一樣會犯實行 好 那在後來之後 最高法院開始辯論之後 我們其實 其實我們這一個小圈子裡面 也就是邪惡組織裡面 小圈子裡面的律師 其實都還蠻害怕的 害怕的時候輪到自己要上場 那我上場的那一件 不是第一件 是第五件 那一件真的是 手段算是比較兇殘 所以後來 因為辯護人那一件之後 我的名字就跟 那個當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 因為他輪延二叔 然後支票 所以現在跟我有關係的新聞 事件大概有十筆還十二筆 統統都是因為我幫 幫他辯護 所以這個跟魔鬼帶人也會有點關係 但是這件事情 我太太並不知道 我剛剛講這件事情 現在還是不知道 現在講之後可能會知道 所以這為什麼就是說 死刑案件的辯護人可能 可能不會太多 因為這其實就是要背負一些社會的壓力 那甚至可能家庭成員之中 針對是不是要廢除死刑這件事情 可能也會有不同意見 例如說我們家兩票 另外兩票跟我都是站在不同立場的 可是他們知道我是律師 那我就是為了這個 重大案件的實行方辯護 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我要提到的就是 剛剛林律師有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 事實上現在最高法院在辯論的時候 事實上不讓被告到底 他們認為說 最高法院是個法律審 那只要你的律師來幫你辯護就可以了 可是其實根據辯公約的規定 其實被告應該是有全程到庭 親自受審的權利 那當然這個是再細節一點講 事實上我們有本三審 大家知道最高法院這一審並沒有強制辯護 所以過去常常是沒有律師的情況之下就定驗了 那後來最高法院要辯論 那要辯論他們又不希望 或是不理解被告到底 所以他們現在變動的方法都是 跟法律服務基金會合作 請法律服務基金會的指派 補助律師 像我那一件 後來就是這樣子 我在最高法院後來辯護了兩件 其實都是透過法服務再轉過來 那我第一件那時候辯論的時候 其實我特別感受到說 被告不到底到底有什麼樣奇怪的意義 因為那個案子其實我們 應該不是所有的案子 應該是所有的案子 其實我們在爭執了一點 就是說 被告到底有沒有這個叫化的可能性 有沒有 用最高法院的說法 有沒有與社會永久隔離的必要 那那個案子我可以講名字嗎 好像不是啊 那個案子 那個案子 我後來其實我會辦案子 我有去調他當時被警察逮捕的時候的那些新聞方面 然後跟我去接見他 幫他答辯 討論答辯的理由 因為他其實是 他很特殊 他有一陣子是一心求死 希望法院排他死心 可是後來他當然性調有點改變 就是他論文說 其實他自己死不能夠解決問題 他應該還是 後來他事實上是用他的勞動作業金 就小額的就賠償那個被害人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接近他跟他討論 其實 他的那個面相 跟當初被逮捕的時候的那些畫面的樣子 事實上完全不一樣 當然我不是算命的 我不會看面相 可是我可以感受到說 他真的是有在改變 那如果他的辯護律師就是我認為他有改變 那這一件事情 會不會影響到反觀 認定 這樣的一個人 到底有沒有可能 未來有教化的可能性 所以 被告有沒有到底這一件事情 除了收拾他的程序權 或者是他的 這個正當法律的這個 主動權益 受到被剝奪之外 我認為其實最嚴重的問題是 這五個合一訂的法官 就最高法律只有五個法官 其實他們並沒有親眼看到這個人 這個被告到底什麼樣子 他們就用文字來決定他可不可以教化 當然現在最後法案的標準 他稍微做了改變 他們不需要自己認定 他們說這個需要實證的證明 所以他們把這個責任推給了精神鑑定 推給了這個專家的鑑定 可能現在需要用鑑定的方式 但是 扣除了這一些專家的鑑定 當法官在決定說 作為這個被告 這個死刑犯的被告 應該要跟社會永久隔離 他完全沒有教化可能性 難道他不用見他一面嗎 會不會看了這個人之後 可能就會有點改變 所以我在幫他辯護的時候 其實講到這一點的時候 聽說中斷了幾秒 兩秒三秒 所以有司法會的法庭觀察的學生 針對這一點 認為說這個 好像我在這邊做哽咽的動作 所以這個 好像是要來博取 就是說 針對這一點 可能在訴訟策略上面 他們認為是不是訴訟策略 可是真的是 你講到那裡的時候 其實 其實 一個被告從一心求死 到希望法官 這個 見他一面 其實 那個案子的被告 他希望到庭 不是 其實他有的真正原因 反而不是 他希望法官可以看他一面 看他是不是已經變了一個樣子 他其實要做的是 他希望當庭跟被害人的家屬道歉 因為過去他被害死刑 理由都是說 你完全沒有什麼回憶 你對被害人家屬沒有什麼表示 其實他寫了一些信 但是都被退回 推到連看守所的 這個人員都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寫了 再寫了 再寫了造成 看守所管理上的困擾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當然就是想說 那 是不是我可以到庭 跟被害人家屬 這個見面 因為在追保法院的程序 除了剛剛提到 被告不到 但是被害人是會到的 被害人甚至有犯報 誰會的律師可以幫他人 主張應見 所以 我當講到那一段的時候 我跟五個法官講說 難道你們不用開怕 裡面 他其實最希望見了 也不過就是到法庭 方面來跟被害人家屬 可是 有點講不下去 所以是稍微有點哽咽 所以 後來就變成 這個 哽咽事件的由來 我後來為了這件事情 還有寫了篇文章的說明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那 所以 從內建之後 其實我們 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 針對最高法院 從101年 11月 12月 開始 做量行辯論之後 因為我在這個 全國女學 看我們編論有一集 就是做量行辨論的專輯 那 其實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 到底 我們要不要針對這件事情 做比較激烈的 訴訟策略上面的 的主張 但是 其實坦白講 我們過去討論過 沒人敢做 但是最近 你也努力是他們做的 是的 是林俊宏醫師 他會做的 也就是說他們拒絕辯論 那 當然這是一個 高風險的 一個決定 也可能是一個 見仁見智的決定 但是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 當然這個案子 我會來 一個比賽 我特別推崇了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值得尊敬的決定 就是說 這是很困難的 當然我想這應該是 跟當時有充分溝通之後 他們 好 還願意接受 這種風險 好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好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前進我把官針對這個 認為說 這樣子的審判 是一個異鄉人的審判 就是剛剛林俊師講的 今天最關鍵的人 就是那個被告的本人 事生事死 是跟他自己有切身的關係 結果我們為了慎重其事 進行了一堂審判 大家都到了 連被害人家屬都到了 結果只有他自己不到 然後 他會被判死刑 死刑的結果 也是別人通知他人 那他針對那一場死刑的審判 他好像是一個異鄉人 一個陌生的人 跟他五官的人 就是 就是那個K 那個K 那其實不應該是這樣子 當然我也不去講 因為最高法案現在 不斷的進行 量級別任之後 其實 是 比較慢慢有一些操作的 變動的規則 但是 有趣的是 譬如說過去他們不會開 準備程序 或者是現在開了準備程序 然後直接告訴你說 我們認為有幾個爭點 當場就發了一張單子 其實那個準備停就結束了 那我在辦第二個 也是 魯仁勒俗的 這個 被誤案件的時候 結果 最高法院的準備程序 停跟 我也是辦法覆案件 在新北地院的另外一個 這個 那個是 貪污案件衝停 同一天 同一天 我記得很清楚是7月7號 結果 我那時候在想說 那到底是要跟最高法院 申請改期呢 還是跟新北地院申請改期 結果後來我兩面都打了 然後這個 最高法院的事件跟我講說 這個 不太可能 所以我跟新北講 然後新北地院講說 這個 雖然是最高法院 看我還是 就是 也是不能改 因為小朋友都發出去 因為就是 證人 被告很多 所以後來那一庭變成 我還是選擇去最高法院 當然這就是說 這其實牽涉到的就是 死刑案件的被告 除了要有律師幫他們 做辯護之外 事實上 這個律師需要一個 合理的準備的時間 我們現在的 這個 最高法院的審理程序 事實上 通知我們 因為他是透過法律指派給我們 然後通知我們 到第一次開服 就是準備程序 其實時間 常常不會超過一個月 應該沒有那麼 這會前述到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這位律師是 之前從來沒有 沒有碰過這個案子的 他首先要進去月券 準備資料 然後 接見當事人跟他討論 那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有時候我記得 我第一件跟第二件 其實差不多是兩三個禮拜而已 那 在這麼倉促的時間裡面 到底 最高法院希望我們 被指派的這個 輔助律師 能夠發被告做什麼事情呢 我不太清楚 然後 然後 這個 準備程序到真正 聯織編論程序 中間其實 大概也不會太長 當然 當然現在他們 在辯論的時候 確實是會照所謂的 爭點真理 然後照我們主義的辯論 而且也慢慢在改變 譬如說我第二件的時候 最高法院有允許我使用這個投影片去做報告 聽說我那一件是第二件做投影報告的 第一件好像也是林業祖律師他們的 那 有沒有這個效果 我覺得可能是有 因為後來第二件那一件就撤銷 就發回了 那 我只能講說 其實 律師有很多種 在場有幾位都是律師 律師有很多種 那 我們這些律師 可能基於不同的原因 參與了死刑案的辯護 那 我只能講說 有時候是 是很累的 譬如說我在辦第一個案件的時候 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太太跟我講 說我那個禮拜都沒有睡好覺 因為我沒有睡好 她也睡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會想到說 你在那邊幫她辯論了之後 可能就在你手上 她就死心定念了 當然判決不是我判的 人 人不是我才 但是 是 沒錯 所以 所以 那個壓力真的非常大 然後 辦第二件的時候 因為 也是一個羅勒的說 而且她那個案子 本來我認為 不應 最高法院不會辯論 因為最高法院之前說的是 量刑的辯論 換句話說就是說 大概是 針對 犯罪事實就是她做的 沒有爭執的 針對她到底要不要判死刑 這件事情 刑度 量刑 來做辯論 但是我第二件辯論那一件 她是根本就否認 在這個 這個 失票的那個現場 她有在場 然後 死因有爭執 所以她那件其實是 事實跟法律的部分 就我們講說 認罪跟量刑的部分 其實都有爭執 但是那一件後來 最高法院還是 還是開原則辯論 所以我們本來以為 最高法院是不是改變態度了 就是說 言論罪的部分 她也要做辯論 可是後來發現 我那件不是第一件 是這樣子 那 因為第二件那一件 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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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爭點非常多 我為了那個案子 寫這個 上述旅遊樁 寫到就是 這個通宵 就是 整個晚上都在寫 寫到後來 寫完才發現 後來一天亮 真的是這樣 後來一天亮 那 這個很奇怪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 我美麗很失誠 其實我不應該 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當我正在做的時候 我完全忘記那個時間 那就真的投入在寫 那 我只能講說 做這樣的事情 真的很累 我本來答應我太太說 我辦了第一件之後 就不要來第二件 結果後來 後來 後來 第二件還是早上午 但是第二件早上午 其實 她本來是要自費委任我 因為她聽說 聽 所謂的聽說 就是聽 看守所裡面的同學說 我幫那個第一件 辯護得很好 所以 他們就來找我 不是口碑嗎 不是口碑 所以說 起碼可以讓人家感受到 我有用心在辦 但是我剛才講說 我原則上 不希望自費接這種案件 所以 我是請他們 跟法律付出經驗的申請 也是透過法復執派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個人 我個人不希望 不希望 我不曉得兩位律師覺得怎麼樣 我個人是不希望說 這一種案件 你用這個自費委任的方式 好像 就會讓人家認為說 你是不是因為那個高額的律師報酬 所以你才願意接這種案件 其實 就我個人哪知道我們之間 我想 兩位特別是羅律師 應該也不是這樣 也就是說 我們認為 死刑犯本身就是有應該 受病或輔助的一個 的利益在 那當然我們也沒有辦法 當然羅律師是 平原的理事長 我們事實上也很難去 去說我們手上每一個死刑案件 每一件都是冤譽 但是 如果真的有可疑的話 為什麼他不能夠接受律師的協助呢 那 所以 我後來會接第二件 主要也是這樣 因為我太太問我說 他是 真的有做這件事情嗎 有沒有什麼 可以不接的理由呢 那我就跟他講說 他說他抗辨那個不在場 他有不在場證明 這個死因 似乎有可疑 所以看起來有可能是冤案 所以後來我太太勉強同意 讓我再接第二件 但是第三件 所以這個 就是說至少 至少 至少在我們 在我們這個 從事律師 這個 這麼多年來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能夠在最高法案的辯論 其實應該是 身為一個訴訟律師的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 夢想或者是成就 或者是 都可以 因為我們之前 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在最高法案開庭 當然很遺憾的 現在可以開庭 是為了死刑的案件 就像大概我想 身為一個公法律師 大家也很希望 可以在 這個司法院大法灣那邊 做事件的代理 來做事件的辯論 那個部分 我還沒有做到 我只是幫第一個 就是K7而代的那個被告 因為他在犯案之前 事實上 就領有中度精神障礙的 升級障礙註冊 那根據兩公約 這個精神障礙 事實上 不能夠派處執行 也不能夠執行執行的 可是我們在加入兩公約之後 變成國務院法之後 我們刑法19條 63條 都沒有因為這樣 相應修正 那我是認為 這個精神障礙 或者是智能障礙 但是應該也是屬於特殊的主群 相對於我們新派 有特別規定 未成年人不能判死刑 超過80歲以上的人 不能判死刑 所以 既然兩國有這樣的規定 精神障礙 跟智能障礙者 應該也要受到同等的對待 不能判處分執行 可是我們的法律 並沒有相應修正 所以這部分 其實違反人公約 也違反人公的原則 那這個視線案已經在 最後大法官那邊躺了快 三年了 一年多 兩年多 當然我是希望它可以慢慢放 這沒有萬事了 因為我們必須很遺憾的講 至少在現行的這個執行死刑的規定裡面 除非就是案件確定之後 除非你有這個身影視線非常上述 再審之外 大概 大概就是 會因為社會風向的改變 政治的需求 突然就執行死刑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那個 那一件我幫他視線的當事人的弟弟 講說 沒消息就是好消息 這個大午官出席處放得越久 沒死金牌就領得越久 就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也不應該是這樣子 也不應該是這樣子 好 那我的時間是不是到了 可以 可以的 好 我就先講到這裡 後面我們請羅律師 來 羅律師 你能做法官嗎 你短短20分鐘我發言 我發覺 你以後做法官 誤判率會很高 第一個誤判是 我們兩個人 如果死刑案件是自費的 我們應該不會接 你不知道 我肯定如果 當事人願意要你高費用來聘剖的話 我一定非常地歡迎 怎麼說很遺憾呢 台灣的有錢人不會被判死刑 怎麼說很遺憾呢 所以我永遠碰不到這種當事人願意 抱著大筆錢來委任我 但是我們應該不會排斥吧 如果他應該要付費的話 或者應該想 用法服律師 或是所謂的免費利物律師 來處理死刑案件 是一個正常的事情嗎 OK 那 索取費用會在這個死刑案件裡面 讓你顯得更加的委屈 或更加的光榮嗎 在費用上面 應該也不是 那 這是第一個誤判 第一個誤判 只有一個公平的誤判 就是 西涵案子 在最高法院的辯論過程裡面 我們跟當事人充分溝通後 決定拒絕辯論這件事情 你充滿了猜測 誤判 剛剛有人說要聽內幕 就報個小內幕 提多等一下理念主律師會過來 這個決定甚至幾乎是倉促 完全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策略 後來被 威榮律師捧了一下說 這是一個高明的策略 我們感覺非常悍眼 又不曉得如何回應 他說你們這樣搞的意思 說到最高法院很難判 如果判決維持死刑的判決的話 一定會罵犯 就是說被告沒有來 那律師也沒做實質辯論 這種死刑你也判得下去 你是用這種策略 來逼最高法院一定把案子發回 他果然發回 你看 這個實在是 要發射黃臉 不曉得要怎麼去跟他解釋 我真的要插一句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是 我們是敢想不敢做 就是我們沒有想到 那麼知名 那麼大他 換我我也不可以 所以應該 希望阿婆比較低一點 因為謝安的律團 在第一次上最高的時候 是我當擔任編務的智利 那時候俊華還沒在團隊裡 那現在的律團的成員 看起來在第一線有在輪換的樣子 不過這個有好幾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以戰代訓 就是說一些年輕律師沒有經驗 有一點母雞帶小雞 所以會有資深律師 帶著比較資錢的律師 一起合作這個案件 那後海律師就很多了 提供意見幫忙證明資料 分析莊莊這些都是 那謝安的第二次上訴的過程裡面 那個時候 就如你所講的 就是在這個圈子裡面 律師應該遲早都要到最高法院 給人家看一下 那我第一人選就李念祖律師 那我電話一號起來 接通一講 他二話不說說我約你 好像就是要嫁給我一樣 所以我就接受 那其實李律師來接這個案子 的三整辯論 我當時只是希望說 他作為一個前面律師 應該讓大家看到他的風範 那我完全沒有想到 他後來的這一個展現 已經超過了預期許多許多 就是說已經到神級 就像以我而言 就是說我們都不敢做的事情 他敢做這樣 所以這事情確實是他發動 而且發動的時間 非常的倉促的原因 那天我從新竹開了車 那北上來參加這個 我們約好早一點在 最高院這邊碰面 我沒有接到他的電話 回播也沒接到 我看我猜他已經進法院 後來進了法院在報道的地方 碰到他 他記憶辦法拉到這個 以月卷式充當律師休息室的地方 最高法院沒有律師休息室的 OK 他只有一個月卷式充當律師休息室 對 那幾位律師到 我也到 因為 現在的律團是我在帶 所以前後的策略討論 我都會參與 所以 念祖雄就跟我講說 他認為 謝伊函我們已經申請他要到庭 謝伊函也表示要到庭 那法官在前一天告知說不會提訓 提訓就是說他人在看守所 不會把他提來開庭 那 這個 念祖雄就講說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違反正常法律程序的作為 我說咱們呢 他說我如果去做就配著他演出 然後我就被人控犯 那 因此呢 因此我怎麼可以去做一個共犯呢 我是一個律師 我們很快的交換意見 一致的決定 因為另外這兩個小蘿蔔頭 大概沒什麼話好講 因為 這個大人在講說他不便 我們能幹嘛 然後 念祖雄跟我討論以後 我當然是認同和支持 因為會被送懲戒的是他 又不是我 我說很好啊 很好啊 你說不要講啊 到時候你不敬律師的職責被送懲戒的話 是你不是我 他也不放過我 他說我現在把律師委任好 那我就委任你 你就準備到我的 送懲戒的律師好了 那這個對話幾乎就在那個小小月圈市裡面 大家很快 在五分鐘 十分鐘內就形成共同的共識 但是裡面的操作 是自由創作 因為事實上已經在不及編劇了 因為已經下這個決定 那當然是一個程序上的抗議 那這個抗議是長久以來 最後法案要開庭 但是不讓當時人到場 這種荒謬的現象 在洩案完全發揮出來 那我為什麼說 理論主在當天的開庭 那我非常感動 原因是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他這個等級的律師 處理這種案件的過程 是非常之嚴謹的 那我們開了律團 開了好幾次的律團 他自己處理的書狀 他做的那個PowerPoint 然後我們做Rehorst Rehorst意思就是說 我們上場前自己還要彩排一下 那我們花時間說 聽俊華要怎麼講 凱翁要怎麼講 理念主律師讓我怎麼講 其實非常 也不能講遺憾 就是非常可惜的是 他那一篇要在最高法院講的那一篇 沒有機會講 沒有機會講 那一篇 在死刑辯來講 我認為那是另外一種典範 不太一樣 跟我們在死刑辯 也沒有什麼規矩 就是律師在死刑辯要講什麼 也沒有什麼規矩 像我的講法 高律師的講法 或是俊宏的講法 不一樣 但是自由創作 他當天給我建設到一個律師的 不卑不亢的那種態度是什麼 講容易 那種不卑不亢 那個壓力也很大 就是說法官 因為按照準備程序徵點下來 按照徵點的順序 就開始要進行各項徵點的辯論 那說明法官報告案件之後 從第一個徵點檢察官講完 啪一聲過來就是來辯護人 他們其實不叫拒絕辯論 我認為這是李大律師高明的地方 他從來沒有講說我拒絕辯論 他說我做好辯論的準備 我的書狀還給法院 我的PPT已經在電腦上面 你現在把人提到法院來 我開始辯論 你說現在不是我要辯論的事情 所以到後來 案子結之前還跟法官講說 請法官再開辯論 就這個辯論沒有完結 對律師也這是一個沒有完結的辯論 所以希望法官再開辯論 然後這個律師默契也是好 就是每個人起來的時候 就屢訴說為什麼被告不到場 是一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理由 那事實上他們沒有做過太充分的準備 我認為都是臨場發揮 逼到後來法官把他們認為 不提被告的理由講出來 他本來不想講 這後來剛剛還呼嚨我們說 要判決書交代 後來也沒交代 那事實上法庭上已經交代了 法庭上再啪啪啪他幾個點 他說這個被告因此不能到底 但那些理由都是藉口 可以這麼說 因為後來真正知道的理由是因為 不好意思啦 最高法院人犯的體解沒有設施 就說我人在看守所 我把他提出後放在哪裡啊 我沒有聽方法 所以他們現在頭腦也 頭殼在那邊燒了 就說外面的批評指教好像也不無道理 也沒有理由說讓被告不到庭啊 他是當事人啊 撿得彎來的被告沒來 被告又不是放棄 你讓被告來一下 不一定要去看被告的死亡之眼 不一定要去看這個 但是就是說被告他的權力 你不能講說他不懂法律 所以他不需要來法律審 這個講法就太過荒謬了 不能你說被告不懂法律 因此被告就不用他來出題 比如說他裡面有一個理由說 我們這去聽法律變論 然後被告哪裡懂 被告已經委任了三個律師 你們都應該很優化 所以你們來講就好啦 被告在那邊聽他聽得懂嗎 這個講法太過自以為是 而且你把法條 從行政法第一條到最後一條 沒有一條說被告要懂法律 才能在法庭上 沒有這個道理 第一院也好高院也好 被告參與辯論是 就事實法律證據為辯論 被告可以做法律上的辯論 他變錯都沒有關係 他願意的話 當然我有權力做法律上的辯論 你憑什麼說我不能做法律上的辯論 那這個假設根本是一個完全欠缺依據的一個假象 那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們的硬體設施 所以現在在想說要送視訊 或者借高能法院的法庭來開庭 還沒有一個定案 但是已經想要這裡有所改變 那想想看 生死變 最高生死變已經那麼多場 是到這一場 因為你的在法庭上的堅持 你的抗議 你的聲音 你讓最高法院不得不正式而處理 否則以前也不會處理說到底要不要借法庭 或是用視訊 現在才能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在死刑案件處理這條路上面 其實我們等待我們學習的功課還多得很 真的是多得很 那回過頭來講說 律師作為一個死刑憑務案件的情侶 我個人經驗老實講並不多 那蘇犯應該是我第一件 如果在蘇犯之前沒有憑務死刑案件並沒有 那在蘇犯之前我對死刑這件事情的議題 有沒有一個清楚認知 老實說也並沒有 那換言之我不是一個建物型 就有很多的研究 然後慢慢發覺說 在自己的意識上應該去抗拒死刑這件事情 我比較像頓悟情 那頓悟情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天突然發現說不太對勁 這一個真會冤枉人 一開始只是如此 這個會冤枉人 那或許我一開始在法律學習的生命歷程裡面 對死刑了解不夠多 在我已經離開學校30多年 那個時代的相關的資訊討論非常的頻繁 所以並沒有被刺激跟想像說這個議題應該產生什麼背景跟立場 但這個並不影響說我作為一個律師皆死刑案件 我要在這裡講的意思是這樣 那你選擇成為一個律師 要先是個律師 你先是個律師之後 你再是一個刑事律師 你是一個刑事律師後 你再是一個執行的辯護律師 那那個基礎就是你還是律師那個本質 你可以講醫師有很多種醫師 內外科 那一般大百姓分得清楚意思不同 不太分得清楚律師不同 律師又搬壞人 魔鬼代言人 律師很多 像是律師這樣行動你們委屈 對你的刑事律師害了這搬壞人 結果造成律師集體的汙辱 都當成魔鬼代言人 那一般人真的分不太清楚 醫師 記者有很多 我有一點秩序 我認為作為一個律師 一個刑事律師 後來作為一個願意接死刑案件的律師 我這個秩序是認為 他如果用其他行業來比較的話 他有一點像是記者裡面的戰地記者 他不是做主播台人 也不是在外面採訪而已 是戰地記者 如果是醫生的話 比較接近心臟外科女生 那都在死亡的邊緣裡面掙扎 或者我們講的拔骨 這本書的書名是我下的 因為在很多的案件裡面 就可以感受到那種拉鋸的痛苦 跟自己拉鋸 跟你的睡片拉鋸 跟你的親人拉鋸 跟你太太拉鋸 跟外面的外部太多了 跟你的當事人拉鋸 跟法案拉鋸 就是這一條 所謂拔河這個審鎖幾乎無所不在 當然最重要的拉鋸在法庭上 那法庭上的那種拉鋸跟緊張 有些時候會讓你感受到說 你應該怎麼去處理這種案子呢 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事實上處理了死刑案件以後 他更多的是回饋於做一個律師 應該去追求的那個價格 會越加清晰自己做一個律師 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的律師 因為你如果沒有去探索這個險境 死刑案件是像一般來講是嫌誤案件 我們說你的這個家裡旁邊有殯儀館 叫嫌誤設施 那死刑案件是嫌誤案件 就是說你碰那種案件會討人厭的案件 會討人厭的 那導臣是一個險遞 就像你現在一Google上去 十幾件都跟他綁在一起 這跟他一樣的 那會不會因此被嫌誤 或者你被嫌誤到底你在不在意 或者你不在意的原因是什麼 都是值得去想的事情 那有些時候人就像水流一樣 就被推得走 你比如說我接書案 我認為我也是被推得走 跟你一樣 我也不是那麼樂意跟志願說 我來我來 我要給我 反正那個時候就是 施改會說要一個人去 然後看來看去我最險 說你去好了 我就去了 沒想太多 但有些過程上的辛苦 但是老實講收穫是大於辛苦 許多許多 對我來講 那剛剛有講說 此行辦案件裡面 剛剛俊榮分享一個 他在案件上面 法官處理的態度 我最近有一個案子 不是法官是檢察官 檢察官那個態度 我自己也不太能夠領受 那也是一個重大的殺人案件 這個案子其實 我對死刑的辯護有一個觀念 這個心裡我很清楚 我一直在講的叫全辯護 死刑全部辯護的概念 就是任何一個 在還沒到達死刑廢止的那個 那個時刻之前 死刑應該是越少越好 就是說應該逐步的沒有死刑 結果檢察官不求處死刑 法院不判死刑 不執行死刑 或者越來越少 逐步就指這個意思 那因此 這個全辯護就是說 這個一個可能 涉及死刑的被告 從一開端到末寮 他被槍斃的那一刻 那個末寮 他全程應該有律師在刑罪 那各位知道 這個就是跟一般案件 很特別不同的地方 一般案件 我們大概不會這樣全程 一般的案子 如果是判要坐牢 就去坐牢 律師的任務到 確定判決為止 後面執行的事情 律師大概不會這些過問的參與 但死刑不一樣 死刑就是說 他要全辯護 他就是一個全優勢 那我一直在想像一件事情說 由哪一個被告是真的頭到尾 是一組律師在陪著他 應該很少 要麼被告不要你 被告用你給爛換掉 槍斃鐵斷 要麼就是說 你可能也沒辦法全程陪他到底 所以我現在在講的那個案子 是一個實驗 我從爭吵就賠 而且我就在第一線上面來賠 那當然要其他律師來幫忙 然後那個案子那時候就 在爭吵中就唯一一個側 那個案子就跟洩案跟正案一樣 都是明白的事實 不是冤案 你不一定正確 也不一定因為反對死刑 而才有資格 我才願意去接死刑案件 也不一定 其實你是一個律師 你是一個刑事律師 即便你是反對廢止死刑 你是知識死刑 這種案子都順利成章 因為那是法律上 許可理去替你當事人爭取最高的利益 你的當事人能夠不被判死刑 那是你律師該做的事情 那你說他要不要被判死刑 這件事情你律師的注意 或違背你的理念 就變成律師要把這個當事人送死 那這事當然是不合理的事情 不過頭來講剛剛那個案子 所以那個發認就是說 是不是應該有案子有人全程陪著他 那這個案子來得有點巧合 這個案子對我來講有很大的意義 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對死刑的這件事情 在我比較年少的時候 有所感覺是湯英申案 那湯英申案是阿里山州族的一個少年 來台北農職 然後因為跟雇主產生一些糾紛 可以講就是被剝削或欺壓 那這種狀況底下情緒上一些失控 殺了雇主 那個案子判了死刑 那個案子李戀祖律師 還有申請事件申請一些救援都沒有成功 所以執行死刑 那幾乎是戒嚴執起的不可能任務 那是不可能 但是那個時代事實上就有人為這個事情發生 認為那是一種階級上不正義 階級上不正義 現在我手上這個案子跟這個有點類似 這個當事人的背景 案件的性質很像 這個巧合我不知道如何言說 就是在今年剛好接了這個高麗勢又參與的民間的大法官 就是死刑的那個模擬法庭 我被指派擔任審判長 那個案子就用湯生那個案子 湯英生 所以那個案子用湯生 事實上案件的背景是 就以30多年前這個案子做背景事實在 做一個模擬法庭 所以這幾件事情巧合的交集過來 所以那個案子在偵察中 我一開始接觸以後 我也上到阿里上一趟 然後跟當事人接見 然後我就用我的想法說 我應該怎麼處理這個案子 我在學習 就是審判中最高法案我有經驗 但是偵察中這種極可能被求處死刑 案件我沒有經驗 所以我就有一個目標說 我怎麼讓檢察官不求處死刑 我就有這個目標 我認為如果檢察官不求處死刑 法官大概可能比較不會擔死刑 可以這麼講 算是檢察官在我們的訴求裡面 就是我認為要提早講 你不應該放到 來到法院才開始講這個人生 檢察官來不及認識他 就可能擠住他 檢察官看他惡性那麼重大 就可能求處死刑 所以在所謂他的 把他當成一個活生死的人 review他的前半輩子這件事情 不如太晃為在做 所以我的想法應該早點做 所以我們就做一些基礎調查 也確實有一些調查的說過 更了解 然後也更因為這樣的一個作為 更貼近他認識他 得到他的信賴 或者他得到我們的支持 那案子 因為案情相對明朗 所以在這裡反而是 律師在作例的地方 書狀口頭 不知道要怎麼講 說明這個案子 養公約 也可以講 趁機機會教育 因為不盡然 老實在離開台北 其他法案真的不太了解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你們在講什麼 這死刑案件如何處理 這也是一個圍欄 離開淡水 而是另一個世界的 所以這個案子不在台北 那後來真的很幸運 我認為檢察官聽進去 所以檢察官沒有求主死刑 他只說這些情狀 請法官量以適當之行 這個對我來講 已經是一個莫大的鼓勵 就是說檢察官 那個是兩條人命的案件 願意不求主死刑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承擔 而他的起訴說出了門 我認為是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主任檢察官也OK 檢察官也認為可以 這個對我來講 是應該很少見的事 好 後來案子來到法案以後 何怡婷有改組 立婷有改組 事實上來到法案以後的 整個的調查的方向 在量情調查也都放在這一點 但好像沒有必要多做討論 因為那個氣氛有一點就是說 檢察官沒有求主死刑 公訴檢察官的態度也說 這個案子我又沒有求死刑 你幹嘛要調查這個調查哪一個 那我們認為是基本動作要做 還是要求調查 比如精神鑑定的要求 都照做 這個SOP 就是你死刑辯護該做什麼 這本書 請你吹叫一下 這本書有一些 有一些基本上要做的事情 有一些教導 這樣我們都照做 到 這是年初的事了 到年終的時候 何怡婷改組 立婷檢察官也改 那 因為案子調查正面完畢的 法官後來是沒有送精神鑑定 我們還深刻猜拣 法官認為沒有必要 就是說我如果不下死刑判決的話 我幹嘛去送精神鑑定 這是當然是揣測 輸入揣測 那總之沒有其他的調查以後就進入辯論 那進入辯論的過程裡面 我跟我的同伴律師花了許多時間 講述這個當事的這個人 講他這個人 講他的前半輩子我們所調查跟知道的事情 講這個事情為什麼發生 講事情這個發生的過程跟發生以後 他的一些形狀 所以試著去把這個事情的拉寬來看 他不只聚焦在說你殺人那一剎那的行為的評價 就是說你要結束這個人的生命 請你用一輩子來評價他 他是不是應該改死 不過這個人沒救了 你不用用犯罪那一刻來評價他而已 他應該拉長一點來看他 那我們試圖這樣整形 那麼我們講就是後來工作簡單觀 這工作簡單觀看我認為是法庭上的能力表現都是不錯的 都算上選 我們有傳一個 法官傳一個火事的建設人員來做教務 結論他做的也很好 但是後面在做亮情的時候 有一個舉措讓我有一點 我後來的江老師我對簡簡單觀看這個表現我自感遺憾 我幾乎沒有憤怒地表達我的意見 我是忍著講說我非常之遺憾你這麼說 因為他求俗死刑 那他求俗死刑的過程裡面他有稍微敘述一下他的理由 他不是沒有理由 但那個理由的敘述讓我幾乎是不能接受的態度的原因是在於說 照他的講法是他這個事情有在問過起訴檢察官 因為各位知道分工上面起訴的檢察官跟立體公訴開臉的檢察官不一樣 起訴檢察官還是維持他原來的講法 但這個起訴檢察官因為他在法庭上有講 然後他我回頭再問這個起訴的檢察官 起訴檢察官就是我的意見就是起訴主上所寫 雖然他的犯罪的情結重大 但是這個案子他不求俗 他認為可以適當之情 但是起訴檢察官也很客氣 他說現在外面案子已經是你在處理 我會尊重你的意見 那他就要表達意見 他意見他認為應該要求俗的事情 那他講說他是一個認真負責的檢察官 在一般案子我開帖的時候我會提論告訴你 在這個案子他沒有論告訴你 他用口頭敘述 他說事實上我如果沒聽錯的話 他在當天辯論庭之前 他對到底要不要求俗死刑 他自己也沒有形成他的想法跟看法 就是他沒有說一定要或不要 因為他問了證查檢察官他給他疫情這樣 但是當天他有詢問被告 詢問被告的題目其實基本上 以前在證查檢察官法院都問過了 為什麼殺人啊 殺人的情狀啊 如何如何都問我 所以他最後下一個求俗死刑的原因是因為 他問完被告以後他認為這個被告要求俗死刑 我沒辦法控制他或他們說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我沒辦法接受說這樣的一個詢問被告以後 他已經在一個深思所律底下下一個正確的判斷 那我很遺憾的可能是我們做的不夠好的原因就是說 在證查階段因為對檢察官有訴說有溝通有對話的可能 開庭的訴狀 對立體的檢察官反而沒有 這甚至是我現在想的是我們的數字 結果我說服了我可以這樣講 說服不一定是一個對的用意就是說 至少正常檢察官已經接受我們的訴求說 這個嚴重的犯刑 這個小孩應該還有機會 讓他重溫智慧 不要判到死刑 檢察官似乎接受這樣的一個請求 不求俗死刑 那法院第一個 第一個公訴檢察官給我們的感受 雖然沒領獎但清楚的也是如此 就是我沒求俗死刑 看起來沒有打算要求俗死刑 那第二個公訴檢察官顯然我們輕薄了 就是我們沒有跟他對話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只能從法庭上的一些反應 去下一個判斷 那一方面我認為說 我的溝通不足是一個危險訊號 第二個方面我認為 檢察官如果只是靠著法庭上面的 資源騙你的互動 就下一個這個案子該不該死的結論 我就非常惶恐 所以我說自感遺憾是這個意思 那我講了很多大道理給他聽 不曉得怎麼說 所以對我來講也是一個 很深刻的法庭經驗 在那個互動過程裡面 當然他講完我有回應他 好 我有回應他 那我們在裡面都得到一些學習 其實我那時候開場的第一句話就講 我這句話還是看了這本書才知道 這本書雖然真的蠻有用的 應該是漢威寫的吧 漢威寅的台大知名的刑法教授 方剛才講了一句話 他說人生有多難 刑法57條就有多難 事實上前面這位我的夥伴律師 他前面的工作就是 按照最高法院的意旨 用純貨盤點的方式 純貨盤點就是把57條的各款 一款一款點出來 一款一款把所有的情狀都交代出來 的方式來敘述說 這個案子的犯罪情結 是不是已經到達最嚴重的罪行 這麼說 我那時候在法庭上我述說說 因為檢察官講的那些話 從某個角度來講 我認為他真的是已經想清楚 才下降的一個求刑 他可以選擇不求刑 但是他有比 政察檢察官更多的理由 認為這個案子 需要求到死刑 導致上以當天開庭的情狀 我完全看不出來 被告的回答跟態度 沒有什麼特別的情狀 大家感覺他 厭惡到他 或是認為他可惡到 應該判斷死刑在那裡 但是會不會只是直覺上 他認為 這個純屬我的彩測 認為說 這是那麼嚴重的殺人罪行 不求主死刑是送不過去的 會不會有這種心態在 我在那個辯論裡面 提出我一個比較新的看法 我說 我不問法官 檢察官或律師 對死刑這個事情的態度是如何 你支持或反對 我們回到一個法律人 應該遵循法律這個基本原則 我們應該遵循法律 這個基本原則是 兩公約在內國法 畫以後它是法律 公正公約第六條 或者公正公約 相關的委員會的意見書 很清楚地表達 是反對死刑 只是說 在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裡面 在很嚴格的例外的情形底下 可以判死刑 事實上第六條的那個結構 第二項的結構是講 不得科除死刑 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 中間那些條件拿掉的話 跳到最後一句話叫 不得科除死刑 我用那個方法跟法官訴說說 這個是對你有拘束力 對法官有拘束力的規定 這個規定叫做 凡未廢除死刑的國家 不得科除死刑的意思是什麼 立法上我們還沒有廢除死刑之刑 法官有不能判死刑的義務嗎 我司法解釋上你有這個義務 因為他叫你不得科除死刑 所以只有在非常嚴格的例外情底下 你或許有機會判罪死刑 不是求其生而不可能 是求其死而不可能 你沒有辦法求到死 原因是因為你應該先別指上 給判罪死 你要一個超越合理懷疑的 這種高度的證明的程度 認為這個人毫無交換可能性 不及我了 罪行惡性重大到 已經符合了所謂情結罪人公司罪 無得比較 在這種前提底下 那個死刑的可能性才會浮現出來 但是你還可以選擇 你還是可以選擇不犯他的死刑 仍然是符合兩公約 在價值選擇上 對你這個法律人的一個建議 我說 反不反對這個立場 個人的想法跟思維放在一面 我沒有在法律上跟他討論 此因該不該的例子 我要討論的是 如果說我的法律解釋 這樣解釋算是通的話 那是跟無罪推定一樣 法律給你的要求 就是要當被告是無罪 哪怕你當作的 怎麼看都是有罪的 但是你就是要在專業上 克服自己的那種失戀 失 失 失人的失 戀頭 你要壓抑他 因為否則他會把你法律上的 戒律給吞死掉 所以他有點違反人性 來到法案哪一個不可以 你沒有犯失人家 要把你起出來 我會吃到太陽光 我剛才看著 在畫面拿著這本書 論法的精神 任德士就寫了 這本書我也有 那我剛剛照水手翻一下而已 那這本書是一本 我看是應該是有人看過的書 那我看下來才知道 是汪萍雲律師的書拿來捐的 汪萍雲律師已經過世了 然後他跟我看書一樣 就有看前幾頁 這麼厚一本就有看前幾頁 因為我看就前幾頁畫銀光 比後面都沒有畫 後面一片空白 但是我隨手翻翻到裡面 有一則在講宗教法庭 也很有意思 他那一則在講宗教法庭 宗教法庭的來源是 生女的懺悔法庭的一種言語 懺悔 所以在宗教法庭裡面 進法庭都是有罪的 那他們的判決很簡單 認罪了就設給掉 不認罪判死刑 所以講來 還比我們的比較人性 就是說他大概不太容易形成死刑犯決 因為你只要認罪 那上帝寬恕你 原諒你 因此你會犯死刑 死不認罪就犯死刑 因為你才是更正的可責 因為你明明有罪 你又不認罪 才真正可責 那當然這個是 文革室又在講述 宗教法庭的不理性的部分 有一點責任 那在講述這個過程裡面 我要講的意思說 無罪推定 他相當成為違反人性 這違反法官個人的道德跟價值都不一定 但是對不起 你作為一個專業人 你要服從你專業上的一個介面 你就是要服從 而且要真誠服從 你不要當作是許王毅招 那不對 法官一良心審判 這枚良心正指的是這個 就是說你要抑制自己的失戀 失慾 然後讓法律賦予給你的責任 在這裡面得到成長 在案件得到成長 死刑這案子也可以這樣看待 假設公正公約第六條 第二項講的是不得克服死刑的話 事實上任何一個被告 不管他犯罪情結多嚴重 他是受到一個不實的保障 他是先被推定為不能判死 然後你要判死那一條路是很遙遠的 對法官來講 這樣的法律適用跟量刑 才能夠呼應到兩公約已經內國法化的我們 要追尋那個價值 除非兩公約就完講 那就隨便講 反正也不是很認真的事情 否則明明已經決定要引入兩公約 承認公正公約第六條 保障生命尊嚴的這個價值的這個時候 你任何一個法律人可以欽誤這種事情 你欽誤這種事情的同時就是見大法律 這是一個學法律人最不應該做的事情 你怎麼越講越沉重 講到這裡好了 好 好 那個謝惟議長 剛剛開場的時候很多朋友提到說 因為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所以今天來議題 那當時很特別注意大家對於實行存費的一些看法 那我想說剛我一直也講的就是 實際上身為一個實行變萬異 是你不見得真的要支持被除實行 那只是說你在你法律上圓圈的興趣對這個被告部分進行辯護 那我想接下來的話就請看 你就開放QA的部分 看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後面有麥克風 有問題的話都可以盡量問我們前面三位律師 那也可以指定說看哪位律師再來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哪位朋友會提的要先提問 是會是剛才開始中央大學還在 他有快講 我在講笑話 哈哈哈哈 都沒到提問了 那我先問一下好了 就是這本書當初是誰挖坑的 我們還是要想說 因為那個 有開始有序就是提到說 這本書實際上是為我們在 死刑辯護在台灣病人的辦理 所以希望能夠集結說說 有參加過死刑辯護這件律師的經驗 然後把它集結成一本書 那讓之後可能會承接死刑案件的律師 能夠有一個參考 那也希望能夠借過這本書 開始讓我們死刑辯護 可以有一個一號的一個組織 好讓後面再參加的人可以尊重 就像剛剛一直提到說 實際上你到那邊 你根本不知道他們要怎麼玩這個遊戲 因為沒有一號標準在那邊 那是希望透過經驗人機 然後讓之後一個事情變化 可能被規則化 所以我想知道這本書到底是誰挖的坑 然後大概大家只能去做分工 那寫多久了這樣子 我來跟那個兇手就馬上逃離現場對不對 當然是心儀化的坑 那對這樣講就是說 死刑辯護這件事情 從廢死的角度來看是很誤實的在看待 那也就是說每一個死刑案件 有救援的可能性的話都不放棄 那冤案根本不用講 就算不是冤案的 零百個案件 有機會就是做很多事 那當然就希望剛才講就是說 少求處死刑 少判決死刑 少執行死刑 那什麼狀況有這個機會讓它實現 我認為裡面一個關鍵因素之一就是 死刑辯護的品質能不能得到改善的提升 因為你律師沒講 人家就聽不到了 被告也沒辦法為自己講 因為這個還真的滿專業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如何的在法庭上取得一個對話 其實我剛才講的案子 雖然我有一些感觸 但事實上我認為那也是一個好的對話機會 我跟我那個普貫律師 我們有一些簡單的討論 那因此就是說 台灣的刑事辯護來講的話 好的辯護人 辯護品質加的案件比不少 但是這個經驗沒辦法連擊跟傳承 是有點可惜的 那這也不單是刑事律師而已 幾乎是 大家都是加走必爭 是這麼說的 自爭 反正就是說 不野人現鋪 就是說不拿出來賣 賣弄說我有了 大家都很客氣 所以 再厲害 再高明的律師 案件辦完也就完了 也看不到到底有多厲害跟多高明 就是變成江湖上的傳說 那這裡有一點可惜的原因就是說 這些 這裡面我要先聲明一下 這個不能當作準則 也不能當作規則的標準 沒有人要嚇死人的 也沒有SOP在裡面 那純粹是 你看這個復標 叫做死刑案件的辯護經驗與建立 原來的寫法 原來你要把它寫成一個概念 像指安或是程序 但後來認為我們還沒有成熟到那種地步 所以都是一起之見 那每個人有同自己的個人經驗 跟對議題的興趣去發出 所以一開始 這個嘗試是好的 比如說 早年我跟著費死人們 有去做一些工作坊 一些死刑電話案件的經驗分享 那個也都很短暫 就是說我去開場開講 然後很多人聽 就現在這個線 然後講完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就說我做了律師 那這個事情還是留在那邊 所以他沒有一些素材資料的累積的話 這個東西就沒有一個學期的放大化的效應 所以他需要一本書 那在這個發想底下 就費死發起 然後找了我 我應該是召集人 那就找了幾個苦主 像這個都苦主 我承認講就多層次剝削 所以要辦案子 然後也要來幫忙做這個事情 那就找來 那一開始的做法也不是這樣 一開始其實有更好的做法 但是實際上大家實在也抽不出來 一開始是要每個章節 大家互相的討論 有一下幫忙比如說 好這個郡皇負責的 你是不是當審 當審 那你把這個議題整理好以後 來跟大家報告 然後大家再提供意見 然後再充實那個內容 那本來這些 topic 哪些都已經列出來了 我們有做一朗次的討論以後 把這些應該要打 講的議題抓出來 那分工也分好 但是要這樣做做不來 那就永遠看不到這本書了 都止於研討會 那後來呢 就很一點心說 好吧 就埋頭各寫各的 先寫出來再講 寫出來再後面 那所以這本書 那所以這本書 我在裡面的導讀稍微講起 就是說 這是一個新的聲音 古力雄講得更 更羅萬提克 他說 雞在叫 怎麼這樣講 他是這樣講 對 確實如此 他說 我認為 他要去當地法委 以後就 人就開始浪漫起來了 等約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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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都喜歡講 那什麼在郭冰上跳舞 然後那什麼 聽到清晨雞蹄蹄聲 其實我聽到這種聲音 我會有害怕 雞蹄蹄 畫面都出來了 人是不是要被擠出掉了 雞蹄蹄聲 那就是還有一些自身的律師幫忙監修 但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也比較少見 其實我本來還有一個想法 是應該有一個共案 共案 就是說我找一個虛擬的共案 那日本有人的寫法是這樣寫 也很好 那這個共案就是說 它有流程 那我有一個共案的一個基本的事實在那邊以後 每起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每個人就可以取這個位置出來寫 所以說你碰到這些狀況你怎麼排除 其實食物的書是這樣就狀況排除了 那這狀況怎麼處理 那這狀況你應該去找一個求救 你要去找什麼資源 應該怎麼做 那這個共案後來也沒有長出來 但是這個想法還是有給每篇的作者自由創作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各篇的共案也有 像華新就用自豪的共案 然後有些自己你的案子也有 因為他的需求 那你一個案例在前面 然後再開始講述 因為如果只是在做一些論述上的說理 可能不太容易被吸收 所以我才想說 有一個案例前導的話 比較容易在後面的閱讀裡面 知道說這個是在幹嘛 那這個死刑辯 還是有一點差異 就是說我們在基礎辯護上面不足 所以這兩個分不太開 我剛才講要先做一個形式律師 再做一個死刑辯護律師 那你應該是一個稱職的形式律師最好了 再做一個進階的死刑辯護案律師好了 但是我們的訓練的資料裡面 包括律師養人過程裡面 本土的形式的辯護的書 應該是零吧 應該是零 我認為是零 翻譯的不算 翻譯的當然有一些 應該是零 那我在北公會有引荐日本的法庭辯護寄出那一本書 那一本算是日本人他們自己寫 這個老強是台灣律師界的尺路 尺路 就是大家都勾斷幾年 就是說大家都不住書 這些都不講 那事實上 我在這裡來講 這是一個起點 應該先有很多的台灣人 形式辯護的書 才有這個書 比較合理 結果我們這個先找出來 因此比如說 高律師在寫的時候 他最卡 因為他要講辯論這一塊的話 他就不得不把一些基本功一起講進去 一定要講基本功 我沒辦法講 死刑辯護他的特殊性 那嚴格講 這一本書應該講的是基本功以外 那個進階的那一塊 只講這個就好了 但事實上又很困難 所以有一點是不像 你問我的話 但是也符合現實需求 所以說反正 我也講說這是新增 這是第一步 那我希望說以後 有機會能夠有更多的律師 願意把經驗分享出來 而且也不是只有分享他個人 那種案件經驗 那個有一點太過片段 乃至適於零碎 應該就是如果有系統的 把一些案件的經驗整合 那這是一個好的實驗 因為每個人的背景 每個人案件處理都不一樣 那我們也因為在這本書的共同的創作過程裡面 得到一些互相學習的機會 每一個問題要回答那麼久 很清楚 很清楚 謝謝你們 那我給問題 這問題是我回答 好 現場還有沒有朋友要提問的 來 前面這邊 三位律師好 我想要問 我想要問說就是會不會有遇到那種 不知道要怎麼辯護的案 比如說如果說是 A B 涉及共同殺人 然後B一直咬著A 然後說A有參與 但是你自己是B的律師 你覺得B在說謊 那你要怎麼辦 還是 如果說是AB 比如說AB涉及共同殺人 那B一直咬著A 說A有參與 但是你是B的律師 但你覺得B在說謊 那你要怎麼辦 好 那B也成為猎人 對不對 對 那他就是想退卸責任給A 就對了 那他到底有沒有成為猎人 還是退 我不知道 就這樣 好 案之後變成一個困難案件 應該是B他也成為猎人 算了 但是他一直咬著A 那不要推出他什麼卸責 但是他一直咬著A 但是B的律師認為說 應該是B的一個人幹 不是A幹 那這個B怎麼辦 就是 這個律師很盪著B 這最多年案例 這是有案 有一點接近 有一點接近 其實我在裡面有寫到類似的一個案例 之前有大概提到 不過基本上 律師和當事人一定有一個基本的信賴關係 不只是律師要 當事人要信賴律師 其實律師也要信賴當事人 那如果說 律師跟當事人之間 對於案件的認知 一直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時候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在裡面有提到 你就兩個選擇 要買一個是含淚幫他辯護 可是這個東西會違背你自己的良知 或者說你自己對案件的看法 你會打得很辛苦 實際上我也不建議這樣做 那真正我覺得 一定要好的選擇是 如果真的一直都沒辦法達成共識的時候 我覺得 我自己會建議說 律師應該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跟當事人解除為人 而不是繼續 其實硬的頭皮要去幫他辯護 所以我大概有帶到這個部分 因為信賴是最重要的 那你要相信他 當事人也要相信你 我補充一下 這個其實 因為我之前在這個 某大會計事事務所 法律部門來過 這其實類似說 一家這個股票上市的股票委員公司 他的簽證快捷是突然 突然他這個拒絕簽證 一樣 所以當然我也在同那個林律師講的 就是說 如果沒有那個信賴關係 可能就要解除了 但是解除委任的時機可能是 要注意的 否則可能就會變成說 對於法官 對於這個被告的這個 新證 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譬如說這樣 我剛剛提到這個 簽證會計師如果具責簽證 他的法律上的效果是他的財法要重編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可能發現某種 不管是內部努力還是外部努力的情況 然後這個 會計師為了明哲保證 所以自己先測出來 後來很多 過去的案子裡面 只要發生努力的現在 會計師通常都連案被告 這是非常強的事 我們律師還好 沒有這種狀況 所以可能那個timing是一個 還有其他朋友要提問 這邊 就是雖然接觸廢食的議題 就是已經很久了 但是有一些問題 就是在這一次 我又重新在行程裡 是像剛剛魯律師有講那個 如果我們想要達到那種 廢食的這個方向的話 我們可能要提升死刑 判決死刑審理的這個過程的品質 對 但因為我本身不是法律人 所以這個還不是很清楚 然後希望羅律師可以再多講一點 或是兩位律師 然後因為這我會引發一個思考是說 我們是不是只要藉由私改這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很樂見 費死這一步的到來 因為先前有那個看一本書 就是為廢除死刑而戰 就是那很顯然是 那個政治人物他本身用他自己的魅力 登上了政治舞台之後用自己的信念 然後再違反眾多主流民意支持死刑的情況下去廢死 對 那不曉得說律師就是三位律師的觀點裡面 施改這件事情是不是對於費死的影響大概會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如果施改以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可以幫助費死的話 那還會有哪些會有什麼建議 因為選舉也快到了 然後也許政治這個issue在台灣 我們會有什麼建議或者是啟示之類的 謝謝 你那個是複核心問題 我只能挑著回答 我在導讀裡面有大約講一下 可能跟案件品質有關的這一段話 還有刑事辯護律師 我是這麼說的 從現實的角度觀察 社會上普遍嫌惡死刑案件 而主客觀條件也都不利死刑辯律師 但難道死刑辯律師 只能依靠律師個人的理念跟死刑法 現在似乎有一點這種傾向 就是說這些律師都理念型律師 死刑案件就靠這一批鐵打的 那判決被告死刑到底是法官求其身而不能 或是辯護律師無能以求生 那後面這一下當然就是一個期待 我後面有講說 那死刑辯護律師跟其他行律師應該都一樣 就是說所謂的實質辯護 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辯護 這不應該分別死刑 我一百萬件都應該如此 那自然死刑加出一個案件的壓力的話 律師的自我要求相對會比較高 也是合理的 因為那個警戒會變高 因為畢竟是人命 那如何去提升這樣的戰力 這個真的不是說 嘴巴教授會做得到 他要很多的配套 很多的基礎工程要做 好比說如果將遠一點 我們的學校的法學教育 沒辦法對這件事情有任何貢獻 現在的法律的法學教育 對訓練一個強而有力的請治律師 幾乎沒有貢獻之可言 通常就是一定是考上律師以後 然後拿著當成功費當學費 慢慢學到有一天說我出塞 自己給自己一個出事證明 然後就開始辦起案子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值得大家共同審視的問題 我還是認為 這個死刑案件如果能夠讓被告得到一個比較好的處理 一個強而有力的律師幾乎是不能沒有的 當然他可能一個很弱的律師 但是判在碰到一個有良心的法官 也得到一個廉恥也不一定 不是這個律師好或不好 不過律師再怎麼高評也可能難免於死 也不一定 因為案子就是不漂亮 但是可能有一些在臨界的案件 其實大部分的案件 律師好不好是在這種臨界案件 五分五分 就是說可以有也可以沒有 可以有罪也可以沒罪 有罪的話可以死刑也可以不死刑 那就是說你律師有沒有那個足夠的能力 在案件的處理上面放進去 我覺得還能夠放不進去 放進去你準備要說服法院的材料 你千萬不要扛罪無罪 因為你外公說一堆我聽不懂 我還要寫出來的東西又要失業 所以死刑案件的證據調查 比这一般案件尤其不同 因为它就是一个量刑调查 一般的刑事案件 几乎没人在做量刑调查 什么叫量刑调查 听我 那这个对大部分的律师来讲 你没有学怎么就会了 怎么做量刑调查 现在叫罪行分离 辩论在死刑案件要这样做 那事实上 不要说最高这样讲 最高我们要这样做 下级省有这样做的也很少见 我刚才讲那个案子 它没有罪行分离 它都混在一锅一起变调 那也不是很真的这样之前 那所以如何的去挖掘 这个律师的潜能 让在案件处理上面 提升那个战力 那有太多太多等待要做 那我认为律师的能量 如果放到一个水准以上的话 它会去 假设法官要减量官是落后 它可能会被带动 但我不敢这样讲 也可能是律师落后 反而被带动 那神简变三维 或者是三角 我总认为他们是既竞争又合作 所以互相指责没有什么不好 比如施法阳光网 我们被人家骂一下有什么关系呢 江湖走跳骂人要给人家骂一下 就像打拳击手 你会打人要整个耐打 那这个要当作是一个理性的对抗 那这种对抗就不会对台湾太失望 因为它确实在这种互相的监看 你看我我看 我还认为你不够好 我从老皮求见没这两天 最好是这样 老百姓应该拍拍手 你们最好骂得凶一点 律师也活该还骂 骂 但是要骂得有道理 骂得能够得到一些成长 那集体的那个品质 就会稍微提升一点 不然就几个人办得很好 其他压屋那就不好 因为谁知道案子会落在谁手上 那这个就有待以后努力 那司法改革 丁丁总统很多变相 多多少少这个变相 也会得到一些照顾 你说那这边改一改 那边改一改 对司法改革 对配置死刑 跟对律师的辩误能力 提升有什么注意 都会 那是一个整体的问题 有点联动 他问很多 他问司法改革 他问他哪边不懂 因为复合性问题就是调整 调整他 刚刚的律师讲 其实 其实在死刑辩护这个部分 律师至少我自己都在尝试 就是说希望把一些 制度性的东西能够 塞到最高法院去 然后让最高法院形成一些看法 刚刚讲的良心调查的部分 其实我这次在其他案子 就是不管系案也好 或者政案也好 我都希望说 至少我们 因为我们过去的良心调查 的规则是 没有 对良心调查 这四个字 那到底该怎么查 那其中证据的财政 你要怎么去处理 那你财政之后 你的证明程度又是怎么样 这个在过去完全都没有 那你要证明哪一些东西 哪一些东西该查 是只有刑法57条吗 还是有其他的部分 应该都要列入 他的调查的要件要素之一 那这个部分就是 目前在我们法治 是没有完备的状况底下 可以透过辩护 辩护人每次的辩护 逐一的是想办法去说服法院 让法院逐步的去做变更 那可是当然你如果要希望 快一点的话 当然是可以透过司法改革 看能不能够有一些理法的动作 然后让我们的制度更加的完备 去透过外部的力量去push他 因为毕竟辩护人其实一个案子 一个案子的累积当然有时候会有效果 有时候就像如律师讲的 看你就是碰到谁 一两个办得好 一两个不管是律师也好 法官也好也是这样 你今天碰到好的法官 那就是上辈子有收到好项 你碰到不好的法官 那你就不照规矩来 然后你就完蛋 你就等死 所以我觉得除了辩护人在美式的辩护上 都想办法去说服法院 可以去塑造或者是形成一些新的制度 或是新的改革以外 其实外部还是可以有一些力量 去想办法去让我们的法院 能够更加的进步 有他一套的规则 那所以这是大家 我自己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期许 这样子去努力 才将来我们的实行辩护制度 或者是不管是实行 将来一般的形式辩护制度 也是这样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有所改变 那我补充重评一下 就是其实台北领事公会 跟我们贝斯林华 还有法律部署 其实有透过重大实施案件 辩护律师的内训课程 那当然这部分是已经做好几年了 那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你要判人家一个人死刑 是不是好像一般人都会觉得说 这应该是经过非常缜密的 这个落实正当法律程序的审判之后 就真的该是谈谈那些事 但是我们因为附带跟大家报告 可以服用的偏方 是不是 我们近两天公布了这个 由一般的不是律师的 各行列的一个人 那我们分析了总共几个 75个判决吧是不是 好 那这个发现大概有一半以上 可能都是某种程度上来讲的 这个有一些欠缺 这个跟一般大家对于死刑判决的 这个正确度或者是它的严密度来讲 可能是有点废底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 这个两方面可能要做 就是说我们像刚刚的律师提到的 我们律师自己一定要做过内训 我们自己一定要提供自己的能力 除了这本书 除了这个内训的课程 那自我训练之外 那还有团队的协助 就是大家就先战友互相帮忙 那我们事实上也针对台湾所有的 这个实行派就做了一些 这个其实是要告诉社会大众 或者是跟法官司法院讲 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最终 废室的目标之前 我们希望所有的实行判决 应该都是要有非常严格的正确法 的非常正当的诉讼程序 然后透过律师全程的有效 实施有效的辩护之下 然后我们才看他事情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补充做理解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我只是要讲 因为我刚才来到现场 我原本以为今天的非哲武 可能来的对象还是主要是一般的社会大众 所以给律师的题目就是希望他们谈他们的经验分享 但是因为刚才听到好像还蛮多是有律师或法律背景的 所以后来我请我的同事就是回办公室 我们带了两本手册 那这一本手册是谈就是台湾的两公约 就是两公约签署之后台湾法律的一个检验 那我觉得对于法律人会很有帮助 那另外一本是一样的 也是原本我们是从我们跟英国的这个团体合作 Dest penalty project 那原本是他们的司法精神鉴定他们怎么做 但是后来我们就跟他们合作 就是把它编写成一个台湾版的司法精神鉴定手册 那一样的就是这本手册比较不容易看 因为它大概从第九章之后才比较是实物上面 在法律上面应该要怎么样进行司法鉴定的这个结吻 那这两本手册我们带来 那如果说等一下大家要离开的时候 就是有你们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免费索取就是在这边 然后刚才的那一本台湾死刑探索报告 我们整理了75个案例 那我觉得对因为我们一直试着想要跟法律人对话 但是我们也想要试着跟社会大众对话 所以这本这个报告的撰写方式 我们会先做简单的定义 然后我们会看从判决当中看状况 最后有一个平息 那这个部分是为了要帮助一般人了解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些律师他们就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这个案件是逐一盘点 每一个案件的每一个议题上面 所以很容易帮助律师们 他们可以去看案件的时候去提醒自己说 我在这个案件当中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本手册我们没有印出来 所以可能要麻烦大家就是上网 然后去下载 所以我相信可能对法律人 对律师会有帮助 那对于不是法律人的人 我觉得你就是会知道说 死刑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那我们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所以这是一点点补充 就是我们FACE联盟 我们会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材料给大家 那事实上这本书《与死刑拔河》 也不是FACE联盟自己出的 就是台北律师公会 然后法律辅助基金会 我们一起合作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希望是说 今年年底出了这本书 那或许明年大概不太可能 就是后年如果我们有机会 可以再出一个进阶版的一本书 那在场的各位就是如果你是律师的话 你还有机会有一年多的时间 你可以你知道参与死刑辩护 那或许之后你就有机会 可以成为第二本书的作者 非常期待这个样子 那最后我想再说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发现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制度上面的问题 那刚才几位律师都谈到了 就是针对最高法院的这个部分 那现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最高法院的就是针对最高法院的诉求 然后让当事人可以出庭 感觉上好像跟大家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最近就是 我的感觉是我们最近出了一份声明 给最高法院 我们就是有一些诉求 那就是说包括说被告可以出庭 那包括说我们觉得最高法院 当你不希望被告出庭的时候 你说我们是法律审 因此被告不用来 但是你真正在最高法院的开庭的 延迟辩论的内容 却完全都是良心的辩论 但是最高法院原本应该要负有的责任 他应该做法律审 他应该做政策辩论 然后他可能应该要做更高的 或许可以有一些视线的一些想法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充仲的地方 但是这会对于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在死刑这个制度上面 有一些对话有一些共识 或许这也是因为我们最高法院 拒绝在最高法院辩论的时候 针对死刑的案件 我们做政策的辩论 做法律的辩论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还蛮希望就是现场如果有律师 因为我们这篇声明发出去之后 大概没有什么媒体想要报道 那可是我觉得这是律师的权益的问题 这不是只是我们观察到的点 就是如果说所有的律师他们愿意 为对最高法院可能发出一些声音的话 那我会觉得那是会有力量的 所以有机会就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 我们对最高法院的声明 好这是我的补充 谢谢 谢谢 那个 现在还有没有问题 真的都没有问题吗 好 就是那个 那个文章 那个林律师在他的文章里面 写到一段时间跟媒体互动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些提醒 那我想请问三位律师在你们的实习辩护经验当中 不知道在媒体跟媒体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实习辩护是什么样的困点 然后在为了好像会怎么样去应对媒体这个部分在实习辩护上面的一些处理 我先讲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我自己在对应媒体的时候 我自己的案件 我通常看到媒体我就散了 我不太喜欢跟媒体沟通 我自己 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是台湾媒体环境的问题 因为台湾媒体的环境 基本上对于被告其实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极尽能试的去丑化被告 那有些媒体就是极尽能试的丑化律师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自己其实非常的不喜欢跟媒体接触 那通常只要台湾出来想要反过 大概就是举个工 然后跟他挥挥手都不方便 或者是说当事人没有授权 大概就跑掉 就跑掉 或者是说像上面还有其他律师比如说跟罗律师就说 你可以找罗律师 我的做法应该就是这样 那你会在那边或是 你会发现说媒体的时候就是抓了你一两句话 一两句话 那个时候一直门出来就想套你 他睡得好不好啊 他叫两个去看他啊 大概就因为也许你某个是不小心回答的这个部分 他睡得很好 他现在就判你 那个报道就说 他就是毫无悔悟之心 居然在判决之前或原子病的决定 居然还可以睡得早 还可以睡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我自己不喜欢媒体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 不过有时候在诉讼策略上 有时候律师我觉得是有必要还是要跟媒体沟通 你必须要去传达一些事情 让一些正确的一些事实 或者是对你当事人有利的部分 还是要去做说明 可是我自己是强调的是说 这个部分 你应该要先跟当事人 有过比较明确的沟通 跟当事人没有讨论过 我觉得的话当事人可能会因为你的 你的在媒体上的发言 也许会允许他的不宽 那你们信赖基础会因此这样的动摇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涉及到诉讼策略的问题 还有个人价值的 或者是个人的习惯问题 那我的习惯是闪就跑掉了 大概是这样 那看能不能复充 其实我的情况也是有点类似林律师 我两次在最大法院做评论的时候 第一次就是知道记者都长在门口 那那时候另外还有个公共被告的 编户律师我们两个就来商量 我说那要怎么走 怎么跑 然后后来就 就很讨论 我们说 编户律师 后门可以走 就带着我们从后门就跑过去了 所以那一次就没被读到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 刚好我们书庭那个已经结束了 然后下来 有一个记者就跑窗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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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 我就考完跟他说 不過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我想大家應該可能有翻版電影《漸漸橋》的那一本書 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他很會利用媒體 譬如說甚至他也會 他在法庭上怎麼跟法官爭取收票 他說因為當時美國跟蘇俄的特殊關係 如果你現在不犯大事情 或許將來有一天 俄國這邊會有一樣類似的間諜案子 然後到時候可以交換球 用這個理由 結果法院沒有犯大事情 所以一種事情 台灣女士大概做不出來 然後他接觸媒體的時候 他強調一個事實 他說這個人不是收了很高的錢 潛伏在美國的壞人做間諜 他是一個軍人 他是上校的 所以他是忠貞的軍人 他只是被派到美國潛伏在美國 所以他會扭轉社會大眾對於他的當事人的看法 所以像這個東西 可能需要高明的技巧 所以我們當初有些是在這個 這本書的算寫過程中有討論的 羅律師也有壓錯 本來也有張藥寫這個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大家的經驗都不太多 而且都是比較失敗的經驗 所以我們還沒有能力處理這個部分 當然這一部分我想將來應該還是需要的 那後面就請羅律師代理所 確實 原來在設計的題目裡面有這一題 這死刑案件與媒體 但這一題後來沒人敢認 因為都是錯壞的經驗 大概只有在那邊稍微被帶到一次 被你眼睛看出來也寫到媒體這一塊 這兩個都要再送進去再訓練 尿頓的規劃逃亡路線 這個聽起來就很鬧 不是勇敢嗎 被子銀案件不是很強嗎 那媒體大概能閃就閃 自然就是 如果他可能對當初有注意 他們一定會勇敢競爭 不要說剛才的小孩沒在怕 大體上已經料想說 來問我都不是好事 而且這不是好事都會影響到當初 因為媒體的扭曲跟報導已經怕 嚇到 來者都不散 不是說真的有意要探群 什麼樣的一個案情的內容 大概就是在資源片裡面去剪輯 然後在裡面給你亂寫一通 到時候你講的不是不講的不是 有些時候變成工具 只是平衡報導的一個對象 沒有問過 你沒有說你們家的事情 我怎麼寫都隨便我了 那這種媒體在處理死刑案件的過程裡面 造成這麼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事實上是一個遺憾 事實上是不夠 廢死這一點要在豪小孩 反正該怎麼做 所以本來要把它當作一回事來寫 他真的寫不出來 那這個不是做這個死刑案件 以美國的律師的訓練裡面 他們有一塊就是重大案件法庭外的媒體引領 這不是每人都懂 也就是說是那案件 如果當事人潛出的請問要找顧問 那不是說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個不是說誰來意想 開個記者會到法庭外面去做一個什麼 那些動作要怎麼做都要有一些細密的規模 所謂利用媒體人家不是傻瓜 你要利用就利用 你知道嗎 那個都有一些很細密的作為 其實你如果看一些司法新聞 有人去開記者會有人做什麼動作 那些長在媒體前面的那個樣子 後面有多少的運作跟處理 有些是非常細密的 那他得到什麼效果不曉得 有些最擔心的是搞半天得到的效果 我說我們應該去跟他對抗嗎 我在媒體上面替當事人奮戰 然後跟那個對地的力量去施殺 然後講出更強烈的語言去反擊 通常會感覺說你走那麼 這樣目前就情緒越來越高漲 然後就是大家失去討論的理性的焦點 所以會有這種考慮底下而退縮者多了 那以英文媒體來講 我可能比兩位真的稍微多一點經驗 因為大體上此情案件 比如謝案來辯論後的訪問 辯護律師團當然要討論過 就是說那要不要接做訪問 那接訪問解講 講要講什麼 有些重大案件那個新聞稿前面的前置 因為我不曉得怎麼判 比如說書案判決了 那個生命导致寫兩份 媒體的因應該怎麼做也是兩件事情 判有罪的話該怎麼做 判無罪該怎麼做 那個都要有一些規劃 它不會一團亂 那這個就是因為媒體呈現出來 被當作是真實 那你如果沒有一個處理 或是有一些經驗的話 有一些時候會閃失 就會失分 那這完全是狀況外 就是說不應該發生這種錯 但是媒體這種錯 好像變成是一個天大的錯 就被放大了 那這個對律師的職業生涯來講 這種訓練幾乎是零 就是靠你的案件經驗去累積 你怎麼去應媒 比如說有個律師告訴我 你跟媒體 尤其是新聞記者講話的時候 最好不要換氣 我是律師 他不太好剪 所以要講長句 這樣快點氣再瘦掉 讓他那個刀子剪不下去 就剪在哪裡 他說你講太長 他剪不下去 整個句話都剪掉 他說千萬不要忽然停頓 停頓就剪掉 他說你那個語氣要連續 我說這種訓練太困難了 我哪有這種本事說 不換氣的一把一句話 整個都講到臉紅脖子豬 那很有趣的 就是說你怎麼去面對電媒 那現在紙媒網路媒體 那很多媒體上面的工房 要被人去做 我們又沒辦法去組織五毛軍 去跟他這樣對幹 但是他確實在現在這種 已經社會整個媒體化 甚至這種媒體化的傾向 相對的魅俗化 或是特定的靈異的傾向化 這個也不是只有這種議題 有這種事情是大普遍如此 那這種事情 也不是我們這些議題 我完全沒有那麼高明的策略可以解決 但案件上的媒體因應 有些時候真的要還是要做 不能太消極還是要做 那我也不認為說媒體 毫無溝通跟對話的可行性 只是說方法很管道 怎麼去找到他的可行性 那要想好 比如說要訪問可以啊 我要一個專訪 你要懂得要啊 那要專訪 要他的你也要你的 那他某種經理會有一個交換 那因為你見了媒體以後 你的觀點多少被帶出來之後 他還是有一些效果 但你這邊都沒有生意的話 那個效果就很差 還用講嘛 就排三道二啦 案件就很不漂亮 所以美國律師有一句很妙的形容 真正的戰爭在法庭外 法庭外決定你這個訴訟和訴訟 每個人都看報紙 每個人都看電視 包括也不例外 看久以後都敢判嘛 因為已經媒體輿論審判已經成局了 他判下去已經找愛罵了 那有幾個法官可能 略律承受這種壓力很少 所以這個媒體的這些負面的 或是一些惡化的傾向 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那能不能說整個社會的公民素養 再提高一些 會改善的 我認為也沒那麼悲觀 只是說那一字的到來 有時候會讓人感覺失去耐性而已 好不好 再來 來 請問 我們睡到幾點 這很快 所以我們一定要花這麼久的時間嗎 所以我有問題 聽了你們剛才的歡迎 我現在想要一件事情 就是 事實上死刑戀戶在一省二省三省 然後有時候 律師是單打獨鬥 那有時候組成律師團 那當然是因為有一些限制 就是真的沒辦法 每個案子都組成律師團 有沒有那麼多律師 但是我想要問就是三位律師 依你們的經驗來說 就是一個死刑辯護的律師團的組成 你們覺得比較完美的狀態會是什麼樣 當然我們有一些美國的例子 但是我想要從你們 就是你們個別參與的經驗 你們會覺得給我們什麼建議 或是給可能接下來有機會要接重大刑事案件 或死刑案件的律師 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律師團的組成 應該怎麼操作會比較好 問題太難了 難以回答 律師團的組成怎麼樣最好 怎麼他是完美的律師團組成 應該要看案件吧 因為每個案件 他的需求是不一樣 你需要的一些 先不論他那個基本的 那個死刑辯護的能力 那可能有一些案件 比如說設置到 比如說設置到 設置到精神 像我們的案子 在某個之類 找一位律師 他有這方面的背景 那你可能設置到 某一些其他專業的背景 也許有一些 或者是有一些 律師是有這樣子的經驗 那我覺得律師團的組成 應該是以個案而定 然後來決定 整個辯護的策略 然後再去找人 那 我知道這個很困難 所以就要有個大頭目 我想 他要掌握了律師團的 可能 可能在台灣 就可能會辦 這方面案件的律師 然後去做一個規劃 那當然另外還有一個角度 就是從傳承的角度 那有時候 那就不是個案的角度 那就是從傳承的角度 有時候就是 像剛剛魯瑞士提到 有時候就會有老少配 就是有資深的律師帶著可能 沒有就是相對來說 比較之前的律師帶著座 帶著座 所以當然 所以案件最好的方向 是一方面能夠兼顧這種傳承 而二方面又兼顧案件的性質 那這樣才是最完美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應該蠻難的吧 謝謝 我先講一下 這個 我剛剛不是提到說 其實 現在在最高法院的辯護 大概都是透過法院付出基金會 那 法律福利因會 原本指派 他們只能指派一位律師 大家可以看 如果像證監這種案子 只有一個律師的話 他可能承受不住 那 因為我自己是法國會委員 那我知道他們法國最近正在修正 就是說將來碰到這種 重大的死刑案件的時候 例外的可以 可以有三位輔助律師 一起來辦理 那 這個其實我們也是 比較希望說 重大的死刑案件的變後 其實應該是一個團隊的 除了剛剛您是提到 譬如說如果這個當事人 他是有這個精神障礙的 那可能需要有精神醫學背景的 對 律師加入 或者是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日本有部電影 那個什麼 賢獨手事件 有看過嗎 他們做了一個事情是現場重建 有沒有 做了一個模擬的捷運車廂 然後再推想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有性騷擾的行為 模擬的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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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樣子 那其實 我們那個 曾秘澤案也其實有做了一個模擬的迷你小屋 其實像這一種東西 應該都是律師團 如果有人有那樣的經驗 或者是 律師團有這種非律師的人可以協助來做的話 其實就非常好 譬如說像這個 就是中國大廠 中國大廠 中國大廠 就除了剛剛我講這個現場重建之外 我們台灣其實 我們律師在辦做賣案件或是死刑案件 其實我們很少有人真的回到現場 真的去看現場 看看說當時到底是他發生的結果怎麼樣 譬如說下面一個案子的爭議 我知道邱軒的律師他整個算好幾次 他們一直在推想的是 他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 是怎麼掉下來的 那個角度怎麼白天的樣子 夜晚的樣子 像這種東西其實都不是靠 辯護律師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為什麼希望說 其實死刑案件的辯護 或是重大案件的辯護 其實應該是要有團隊的原因在這裡 需要有不同的人 不同專長的人和在一起才有辦法 把這個案子真的說比較好 注意到好的意思就是說 至少要釐清事情的真相 我們行說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發現真實嗎 可能就是要這樣才做得到 好 回答心這個 這個所謂的律團的這個提問 來念一段那個 又是故老大寫的這部分 因為他辦死刑案件 辦到被打 實在是有點悲哀了 也還是濃郁 這個被打 被兩個老太太打 打到後來就是走法官通道這樣 他說 萬一如果碰到這種情形 就是碰到這種死刑案件的話 別只看這本書 這本書沒什麼價值量 別只看這本書 也別像我當年一樣單打獨鬥 要學蘇建何案 徐志強案 邱鶴孫案 組個律師團來打全價 此外也需要有場外的後援會 看完這本書的全部內容 你或許能找到一些辯護的技巧 有時有用 有時也沒什麼路用 但看了這本書的作者群 你應該可以找到冤意與你一起站在法庭內 奮鬥長達十年二十年的夥伴 最後無論書也至少不會感到孤單 而且找到一群夥伴 打完群架 或許你們就可以寫出 進階的本土實權辯護論述 真的是 心裡你跟他偷講 他就上面講說 你還要寫進階的 因為寫來不夠 他當然用很鮮活的比喻打群架 或是團結 或是集體的力量 大概這個認真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是死刑案件 憲政人能辦嗎 我意思是律師 或是刑事律師 每個人都有資格辦死刑案件 我們想這個問題 有什麼資格限制沒有 誰都可以辦 你今天如果是剛五個月結訓 拿到律師牌的案子到手上 他敢辦也可以辦 也不一定辦得比較不好 那是可能風險比較高而已 美國的這個死刑最佳辯護作為手冊裡面 事實上對這個事情有一些交代跟說明 在美國辯護死刑這件事情 不是隨便可以叫一個人來辦 他舉的那個 屬的那個團隊也不是律師團而已 一定二以上的律師 不能單個律師 三個多少個至少要兩個 律師一定都是有豐富的經驗 而且律師有受到哪些訓練跟專長 都要被奴隸 要學過法醫學 要懂得刑事見識 我上次在演技那個做法的時候 看完以後我說我不夠資格做 其實完全不合格 按照他的要求完全不合格 就美國要求這樣的一個死刑 被為了刑事律師的要求蠻高的 第二他有一個檢刑調查員 因為死刑就是不要判死刑 那要檢刑這件事情 還不是律師就能夠做得來 所以還蠻專業的 就像他們陪審團的顧問一樣 你要挑選陪審團 有另外顧問專家 來給律師諮商說 你怎麼去找出對你有利的陪審員 非常專業 所以檢刑這件事情 還有配一個檢刑調查員 還要再配一個心理諮商師 為什麼 因為律師蠻需要的 不是啦 可能被告還蠻需要的 那個心理諮商師 我記得他這個團隊的組成 不是就很法律這一邊 其他變相也有 那裡面有一個讓我深刻印象 深刻的是這樣 就是說 支付給這樣團隊的配 就是那個費用 不可以低於市場的標準 就是說甚至要在標準以上 你不能用免費的低報酬的去請律師 美國認為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為很危險 人性嘛 就那麼一點錢 我會好好幫忙 這還是有一點對應性 你不要以為說 大家是燃燒了理想和熱情 也會燃燒光 那我剛剛最前面那一段話 我就跟你講 你要好好想想看 你這樣講是對嗎 你就猜錯了 我就完全跟你想法不一樣 我非常樂意說 法國可以給我很多的錢 辦死刑案件 我一定會辦得更好 至少這樣 對得起錢 不只對兩千 還對得起錢 那美國他是用費用來維持那個品質 人家有誤詞 就是說我 對啦 就是這些人 那能夠有幾件你們辦 而且也不一定死刑案件 很多重大案件 可能判死刑那更多 所以美國的那個死刑案件 歷史的費用非常昂貴 如果是由公官方來支出的話 所以有個州 廢止死刑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太貴了 真的 這是現實 評估以後說 把這個人判到死刑 要花幾百萬美金 我搞什麼 就乾脆 兩百萬 三百萬美金 花三百萬美金 才可以把一個人解決掉 太貴了 我官方都不一定要花那麼多錢 乾脆把死刑廢掉了 那就沒有這個死刑辯物的存在 這些賺錢的預計都不在 那當然是真實的 但是聽起來也有點好笑 這個說明或是這個相反 那 所以這個怎麼樣才是個完美跟力強的團隊 是沒有的啦 沒有那個標準 沒有那個標準 剛剛 這個 俊宏講的 應該陰暗而已 那 可能兩位 比較沒有組團的經驗 那我經常揪團 所以我揪團 所以我揪團 比如說最大的團 應該是在太陽花學院的衣物律師團 那一團就 要不要開 幾百個律師怎麼開 那律團怎麼開 那都是一種考驗 那我在案子 不是只有這個 類似這樣的案件 有綠團界 是其他一般案件的綠團界 那 比較各位 可能還有印象 就是當時2004年總統大選 那也是一個綠團 那綠團 在全面驗票的時候 是全國去的綠團 那也很驚人 就是說 有人在想說你在講什麼 2004年 總統大選 陳旅 陳水扁跟呂秀蓮 跟連戰宋主義 因為票的差距很小 要全面驗票 打了一個選舉訴訟 一個是當選不孝之訴 一個是選舉不孝之訴 那那個時候 為了全面驗票 因為阿扁答應全面驗票 他做一個律師團 反對的事情 他講了算 因為律師團他把我同意驗票 驗票就有風險 後來驗票驗出來 就翻了 反對就變了 從民事訴訟的角度 舉證責任就不知道我這邊 我不一定要同意你驗票 那阿扁從政治上的策略說 當然要驗票啊 我的正當性才能被維持 那為了驗票 那個全國律師分蘭綠 你知道嗎 真的 分蘭綠 就到處招兵買馬 那是史上最大的綠團 史上最大的綠團 各位 我綠團開會是要借大禮團 開始叫他手折 你驗票是要怎麼驗 應該要注意什麼 而且有些律師我認為 發生很嚴重的律師論理問題 先跑來這邊抱你 抱你跑到對方那邊去 我看那個時候 不曉得怎麼講他才好 但是也沒辦法 人家來也不能拒之一門外 好OK 這個也要扯遠 那比較中型的律團 這很常見 就是說 很多 其實你們看那個前排律師 跟後排律師 我這樣形容 就是說這個前面做工 前面在做秀人後面做工 做工其實很辛苦 那都有很多團隊在運作 那也不單單是律師 有很多的領域的人來幫忙 比如說運域平衡協會 因為最近幾年在一些案子的團隊經驗就是 需要跨領域的專家的協助 剛才講的後空案 那個 就是不懂要喊救命 救命啊 真的就會有人來救了 那他們就會來幫忙 那這個幫忙的過程裡面 會讓這個案情的這個值會提高 因為律師確實是偏在一方 他們沒辦法全面的掌握案情的一些 跨領域的那個事項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的團隊要做的組成 就是 一樣還是很隨機啦 那死刑案件我認為就是說 慢慢的 現在因為 我剛剛有講 大概在費時的引領底下 我正案 正結案子 謝案 我都有參與期間 那我 我有一些時候會跳到第一排去 有一些時候會在後面 那這個穿梭的原因就是說 跳到第一排去 可能是帶領 在後面的話 可能就是練兵 所以有一點練兵的味道就是說 那前排的律師 那 年輕律師多少會比較沒有信心 但是 你老實講 他 不讓他講一下 老師 我一上場一定是我在講話 其他就往後退啦 那幹嘛呢 那就沒有價值跟意義了 所以 現在比較多也是偷懶 你腦一直站在前面 去承受壓力 會感覺很怕 那就讓年輕人到欣賣去 那我認為是很好的 就是說 那像到最高這種大場面 那就可能就是需要一個比較支撐的律師 比如說剛剛講的 李戀祖律師撐著 那那個剛剛那個 研製辯論的 這一樣的一個策略才要辦法執行 可能如果真的稍嫌年輕 那個法庭上抗壓性 我說法官可能就一個 一個 一個動作過來 你可能會受不了 有些法官會欺身 會 會欺負的 真的 就是太嫩了 有很多律師跟法律 那查解 你去的時候 那核妍樂事 我們去的時候就是 好變冰霜 我說那也沒辦法 我有老臉 沒有 好了有點拉雜了 就是說 這一個 要不要做資格的限定 我認為這個可以長期的想像一下 也確實有點風險 就是說 我們現在法符指定 熱心就去辦 把案子當學習也很危險 那 你可以學習 但是要有經驗的人搭配著 那可以 慢慢帶 那這個 要不要走到那一步 第二個我還是認為 現在用法符 然後用 法符那三個律師 只有一個人收錢 各位 有現在還是三個 真的有了嗎 我做董事還不曉得 那個報仇是 就是聊勝於虎 這我知道 但是法符初期的時候 三個律師 是一個搭兩個 是那兩個去做義工的 只領一份錢的 因為法符就是 只能選擇一個律師 怎麼選擇 法符這個要承受壓力 所以就是罵 死刑案件 那麼一風堂 給他選到三個律師 出來說明一下 沒有喔 就一個人領錢 而且錢還沒有領錢 這樣還要被罵 那主要就是分擔壓力 然後共同的承擔一些工作 那因為死刑案件 一定是超然的案件 所以需要很多人來投入 那很多醫工 職工學生也在裡面 慢慢得到學習 這是很好的一個團隊的運作 這邊 我講一下 剛剛綠團的東西 我一定要講的很重要 就是 其實上除了律師 然後各行專業的話 有樣的東西絕對不能少 就是那個行政工作人員 因為只有行政工作人員 可以幫忙 調節這些人的時間 然後空會 然後去找職工 像剛剛講的後風大橋案 就是我們這邊跟進一大學合作 那進一大學他們就會做了假人 然後到後風那邊半夜 把人丟下去 這樣子 就是為了做這個實驗 所以實際上 沒有一個好的行政的團隊合作的話 綠團真的很難合 做一個行政的勇者 必須要補充一下這樣子 好 那最後還有大家有問題 好 就是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如果做為一個之後想要成為行事辯護律師 甚至行辯護案件律師的大學生的話 就是在現在在學的過程中 可以有什麼訓練 因為剛剛律師有說到就是行事辯護這方面的訓練 在大學裡面是不足的嘛 那律師覺得如果做為一個大學生 我可以有什麼方法來讓我之後 可以從事行事辯護案件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好的基礎 對就是我現在身為大律師 我可以接觸一些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應該要具備哪些基礎知識 或者是我哪些基礎知識 需要非常紮實的 對 你今天願意坐在這裡 應該就有基本條件了 那趕快來報名當志工 以後就有機會 不要急 我剛剛講了一個重話 就是說現在的大學法律系的教育 對培養一個行事律師毫無注意 但我講的是有一點武斷 事實上這件事情已經在改變中 今天沒有時間講 就是說關於實務教育 就是大學法律系的課程裡面的實務課程的變革 事實上這幾年有一些不同 那我沒辦法在這裡細講 但老實講 不管這個實務的課程怎麼改變 在近期內他仍然沒辦法滿足說 提早在大學的法律教育去訓練做一個律師 美國Low School就是我訓練一個律師 就這麼簡單 所以很多課程完全指向說 如果培養這一個法律人日後做成為一個律師的時候 他會是一個層次律師 是在這樣的一個很實用的觀點來看 那我們大學法律教育的目標不在此 那所以他整個課程的設計 考試訓練都會不一樣 那就是大在問 那我認為你如果有心在這一關就是自主訓練 那自主訓練就是說 學校沒辦法提供你這些資源 但是看看書啊 聽聽演講啊 參與一些案件 我認為參與案件是最大的辦法 就是說我願意來參與案件 那其實裡面幹嘛 你可能是做紀錄 幫忙演藝 然後案件可能分派你做聯絡工作 像剛剛丁丁講的 那但是你學到什麼 那個觀察就是一個學習 因為你在看什麼 看這個律師在這個案子的處理過程裡面 他抓出什麼點來 那這個點他怎麼去處理 而這個處理只是說 他怎麼去找到資源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或是如果我講有狀況怎麼排除 那這個都是機會教育 因為很難 有些時候很難體系化的 像竹條絲一樣跟你講說 這個沒辦法 他確實都建立在一些案件經驗上 案件經驗做完以後再跟你講 老實講 有一點竄感 我們都會講得很好 那事實上不一定那麼好 那重點是你在那個案件經營過程 那個參與的比較近深的觀察 因為一定比較靠近 因為你跟案件有關啊 你會在群組裡面看到這個群組裡面 大家的書狀大家的討論 然後這個群組裡面的分工 還會說你來吃個便當 忘聽他們的說什麼 你回去就說原來是這樣玩的 那慢慢來在這個案子得到訓練 在下個案子就得到一些學習 你比如平安會他現在在審案 審案都是學生在審 那學生就看卷 那就訓練學生怎麼看卷 因為學生看卷不一定懂 所以課程就要 志工訓練裡面就要訓練這個 那我去參加報名參加這個志工訓練 貝斯也有 施改也有 願意培養卷也有 那志工訓練你就看你的興趣 說這個是訓練你如何審查案件 我對這個有興趣 那你就一天 那就是有人告訴你說 你應該怎麼閱卷 怎麼分析見證 怎麼去整理卷宗 這很基礎 但這些基礎 你有一個基本認識以後 以後你真的考上律師以後 那就跳躍 為什麼 因為別人還在那邊摸索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進階 我補充說明一下 剛剛這個 像郭律雄醫師提到這個打軍獎 這個郭律師有說這個主團經驗 我參與的主團都是 不是實際辯護的 我們幾個比較成功 我認為我比較成功 官場工程的案件 然後接下華龍 國道消費員 那事實上這個 我們也是有更進大學 學有型教授 他們有一個課程叫做司法事務課程 他們協助我們就是 剛剛羅律師提到的 我們必須 中立法院的一個大會議室 然後辦了 陶梯場 面談的這樣子 那那個案件其實 進大學的學生 對我們的協助非常 非常多 然後他們後續 我記得行事好像有陸續在開 開一些司法事務的課程 那這種課程會 跟我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所謂的司法 因為我是司法組的 所謂的司法事務課程就是 就是人家寫信來問法律問題 你就回信給他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 不同形態的運作 那 其實主堂不是在打形下而已 就是說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腦力激盪 就是我們像 我剛才提到的那幾個團 我們在開綠桃會議的時候 其實都是 你剛才一直大概都開了 是幾次以上 那其實就是 針對你的訴訟策略 因為你的法律上的論點 或者是 工作的部分太好了 等等 總之要有一組人 一群人 那我們常常說 這個官長共同的那一群律師 被法律認為是一群人 封止律師 就是 一群 一群人 一群人就是為了這種 可能本來打不贏的案子 然後就為了 為了這個理念 然後就是 那我不知道死刑案件 能不能做到這樣子 但是 我覺得基本上 運作應該是可以類似的 就是說 一個律團 死刑案件的律團 應該也是 不是只有律師 律師而已 因為律師真的 所受的訓練 他的專業背景 真的還是有限 還是真的需要各路人 大家的協助 所以在場的各位 都可以加入我們 以後可能會成立的律團 謝謝 律團的組成 我覺得還是打全家 只是有組織在打全家 因為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工作的分配 我們都是有些策略性 計劃性 所以 常行性 我們就好像變成 組織犯罪的第一 講變組織犯罪的第一 對 守謀 對 守謀 所以基本上 律團基本上 就是 比較有組織性的打全家 那 當然重點是 你要找到一些 自同道德的人 那 回到剛剛的問題 其實你只要參與了這個組織 在下面先看著 先從小弟做起 類似小弟的職務做起 你看你要打群叫 你要知道現在你買刀啊 路線要怎麼跑啊 警察人要怎麼辦啊 這跟訴訟策略是一樣的 你就是 那你開始參與這樣子的 一個訴訟過程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律師碰到這樣的案件 是該怎麼樣去處理 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的步驟大概是什麼 那 剛剛除了參與這個部分以外 其實 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 是很有價值的 其實說 可以盡量到法院去 有機會去法院旁聽 去法院旁聽 那 去聽聽看說 在法院上實際的 操作的狀況 還有 律師在法庭上 到底是如何去應對的 這個對於說 將來真的 大家有志於去 往刑事律師 或是死警備護律師 這個方向去前進的話 其實我覺得 都會很有幫助 我剛好提到 那個其實 他們學生的 有一個任務就是要去做法庭觀察 我們發現其實做法庭觀察之後 法庭的態度會比較容易這樣 歡迎回覆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最高法庭開言詞篇論 我們一定會去做法庭觀察 然後 有些 有些重大的案件 他可能在一省二省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做法庭觀察 那我們這個禮拜 這個月還是上個月 我們去台南做了一個法庭觀察 那個案件是一個精神障礙 司法精神鑑定的一個案件 那所以那個二省的鑑定 跟最高法院的鑑定是 意見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是去聽那個發回高院之後 兩個意見不同的鑑定人 他們彼此是鑑定人 他們彼此也是鑑定證人 然後就在法庭上面的那個工坊 包括律師 那個非常非常精彩 我就覺得有點後悔 沒有就是跟很多人講說 因為我沒知道會這麼的精彩 然後後來就覺得真的還滿 就是去聽的人 有些律師去聽 真的都覺得還滿有幫助的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們真的對類似像這樣的法庭觀察 有興趣的話 那或許你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遇到我們覺得 比較關鍵重要的案件 或許你們一方面 你們可以自己有興趣 另一方面也可以幫我們 做一些法庭觀察 做一些紀錄 對所以歡迎跟Face聯盟聯繫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想要不要抵探 這一點的句話講解 然後還有沒有 沒有齁 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那旁邊這邊有Face這次最新的書 大家可以買 然後請作者簽名 那最後的話 我要是要廣告一下 因為我們12的團體很缺人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隨時可以到斯改會 平淵 或是說到Face裡面來當志工 那斯改會在松江南京路上 然後Face就在這附近 因為現在是在羅斯福路這一邊 所以都可以到我們站上找資料 然後換給大家過來一下 謝謝 谢谢大家